您稍等一下等我等我一秒钟 我先把那个刚才你那边有声我先把你们的静音了一会儿说话自己开麦做话啊好 三二一 明天是8月28号星期五 欢迎朋友们来到图森破故事会 28号星期五 欢迎朋友们来到图森破故事会 28号星期五 欢迎朋友们来到图森破故事会 那个把那个关一下啊 今天我们有幸请到周孝正老师 还有北京人地基 没有科学 直播间里头还有大个人天使的评级评 周老师好 DG好 家宾们好 好 大家好 周老师好 大家好 DG好 科学好 周老师好 周老师好 大家好 我们看周老师的视频 这儿都没有开麦啊 我介绍一下啊 今天那个主题呢 想请周老师呢 和北京人地基 聊一聊啊 关于这个抓特务啊 或者大外宣这个事儿 这里头呢 有个小故事 就是呢 现在在推特上啊 在这个网络上 有人在质疑我们的周孝正老师 因为周老师呢 前不久呢 和斯白丁将军吧 有过一次这个 对谈 访谈 在这个文明客厅啊 一会儿请那个 周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经过这次对谈之后呢 在这个推特上 在这个海外的 这个华文自媒体 这个圈子里头呢 有一些人 对周老师呢 表达了一些质疑 当然呢 呃 这些事儿呢 不由得让我们 和这个蔡霞老师啊 还有其他的一些现象 联系起来 所以说这个事儿呢 挺大 我们呢 就请这个 请到了周老师 很荣幸啊 请到了周老师 呃 给我们讲一讲 关于这个大外宣啊 还有这个特务 因为这个周老师被人质疑啊 或者是说 被一些人无端指责啊 不是一次两次了 呃 其实周老师也 有的时候已经 泰然处置了哈 但是呢 这次呢 和这个斯伯丁将军有关哈 而且呢 最近呢 也有过一些这个现象 比如说这个 前不久啊 前几天 FBI爆料啊 说这个 抓到了这个中国 中国的特务 马玉政和这个 和马大为啊 就是这两个人 这是马玉政和马大为 是这个 海外的这个 民运圈子里面的 就说明这个特务啊 什么确实有 所以说呢 呃 我们就请到这个 周老师给我们讲一讲 好 那现在把时间呢 先交给Persi Persi你来说几句啊 然后就开始 Persi请 呃 我也没有什么 那我现在没有什么要说的 我还是想想就是先 周老师先开始吧 您开始说两句 DJ你也自我介绍一下 我就是这么建议 好吧 好 那我现在请把时间交给周老师 周老师呢 先请您呢 介绍一下 你和这个斯伯丁将军 到底说的些什么 引起了一些人的争议哈 争议这块可能你不一定之行哈 可能你没有时间去去管 但是呢 北京人DJ 呃他开了一个油管频道 专门为这个事做了一个节目 他可能比较清楚 我先请那个周老师介绍一下 您跟这个斯伯丁将军到底说了些啥 把时间交给周老师请 哎好 现在我的声音可以吗 非常好 哦 就是斯伯丁呢 他是一个美国退役的一个准将 空军准将 哎 他曾经开过B2战略轰炸机 哎 因为B2战略隐形轰炸机 是人类到现在研究的一个所谓大杀器 他一架飞机价值20亿美金 斯伯丁呢 就是他的驾驶员 而且有一度还当了B2连队的连队长 哎 而且他是给美国这个川普政府写国家安全报告的这么一个主持人 他有一度呢 他是美国国家安全这个是小组吧 他一个成员 现在当然呢 现在他退休了 那是前两天的事 他写过一本书叫隐形战争 也就是今年出版的 在他的新闻发布会 新书发布会上 我去了 我跟他早就认识 因为什么 因为他曾经是美国驻华大使馆的武官 好像在北京工作了 我估计可能按照规定啊 一任可能是三年 哎 他干了几年我也不不太清楚 反正干了一任 后来就回国了 回国就就就就就当驾驶员了 这么着 而我们现在呢要呃 那个跟他们谈这个事 因为中美呢 现在是温战 就是冷战呢 已经就是不行了 用冷这字形容已经不太到位了 他已经变成了温战 而且温战还有一个含义 就是温度的温和温义的温 因为美国这个所谓新冠状 或者叫新沛炎 他已经死了十好几万了 超过了这个珍珠港 超过了传染战争 超过了越南战争 等这个美国死人 所以现在就是一个温战 那么温战就别升温 升温就是热战 热战是谁也不能接受的 因为都有核武器 都有核武器 如果你打起热战来 就可能抄家伙 抄什么 抄核武器 这是任何人不能接受的事 只有一些疯狗 没关系 打热战怕什么 核武器怕什么的 哎 那就是疯子 你比如说毛宗 哎 在这个多少年以前 他就他就抽风了 他就告诉说打核战 让我不怕 我们中国人死一半 当时中国人好像是六个亿 他说死一半 大概就是死三个亿 死三个亿没事 抽风了 那就叫 你想想 所以当时在这个 莫斯科开大会 当时社会主义的全世界的社会 国家有可能有板来着呢 他们这些头在底下坐着 都吓坏了 说咱们这社会主义 国家里就有一头 毛泽东 怎么这么说呀 打核战的死一半都没事 你想当时我记得波兰可能也就是两三千万人口 全国也就两三千万人口 他刚才死一半就是死三个亿 那就完全是抽风 但是呢 后来我们中国搞了核武器 中国政府一开始就讲 中国政府绝对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不对无核国家和无核地区 首先使用核武器 承诺过多十次 用咱们的话耳朵都出讲子了 最近有一度废弃了 如果你影响我们国家的什么安全之类的 就打破了绝对不首先是核武器的国家承诺 所以这个共产党就是骗人呢 你想比如说香港你们都知道 叫五十年不变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现在它变成一制了 中英联合声明已经写在联合国的文件里都保留着 它是个国际条约 中国人有些人就说那是过时了 所以说中国共产党简单说它是个特务组织 在一百年以前 共产国际 派了两个特工 也可能两个也可能是一个 或者是有的时候可能还三个的 简单说派了特工 在一百年以前 他们到了北京找到了李大钊 李大钊给他们介绍到上海 于是他们到上海找到了中国共产党 中央委员会的这个一大的一个总书记叫陈独秀 一大到五大 五次党代不代我这总书记都是陈独秀 所以他们到上海 他们找到陈独秀 后来就成立了中国共产党 所以他们老说明年明年是共产党一大一百年 今年一九二零年是共产党成立一百年 是这么回事吗 谁成立的 共产国际派两个狗特务来的 所以为什么他老院抓特务呢 那是共产党的同志工 他们本身他们就是特务组织 你以为他们是他们是中国人 革命青年自己慢慢组织 不是这么回事 所以他是 他在1931年 他就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泽东 1949年他们又在北京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那是中华民国的继续吗 不是 他是那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继续 红色中国 旗子联合斧头 而且是红军 那个货币 在1932年的时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货币 列宁的头像 我一再说列宁是什么人 列宁就是德国的一个特务 德国的给他一笔钱 他就潜入回到了俄罗斯 他在俄罗斯就捣乱 捣什么乱啊 十月革命 我一再说 那是十月反革命 人家俄罗斯在二月搞了革命 就二月革命 到了同年的十月 他又搞反革命 所以为什么老有人因为抓特务呢 那是共产党的一个习惯 包括这个清华大学教授 叫许章润 旁堂正义 人家公开批评了一把手 说人家被嫖娼 说人家嫖娼了 所以叫被嫖娼 那为什么呢 因为陈独秀他就嫖娼 当时他被北京大学 这个聘了当教授 叫文学的学长 也就是文学院院长 后来他就名改了 但是他这意思在这呢 他就跑到北京八大活动 八大活动是红城区 他就嫖剂 他把纪尼给抓上了 当时北京大学有四个中国的知识分子的 这个代表啊 校长等 还有什么 这个 这个 当时 非常有名人啊 人家曾经开会 所以我 我为什么要跟你讲这段呢 就是他为什么他现在给人扣帽子 他干什么嫖娼 他们总书记就嫖娼出来的 现在这些贪官哪个不嫖娼啊 或者就包上来啊 对不对 陆老师 你可能有点说反了啊 人家说你那个是 那个党派来的 好像我这个意思 是啊 这就是思维习惯呢 这就是所谓的 阴暗心理 所谓的抓特务的习惯呢 你像这些海外民运 人家在三十年以前抗暴 哎 被小平抄了家伙的阵阳 打死我们人民大学就八个 你想打死 好几百个 后来他们就跑到美国来了 他们到美国也一样啊 他们占有所谓的这种共产党文化 或者叫红色文化 什么意思啊 他们到美国来也抓特务啊 我问个好几个人呢 一会我问一个著名的人 是一条好汉 说这刘晓波是干嘛的呀 他就说刘晓波实际上是被共产党给用冤案给人抓 而且得关死了 人家还得过弄本的和平奖 刘晓波是特务啊 你知道吧 所以说这些特务抓特务的文化 是共产党留下来的 因为他共产党本身他就是特务 严格他们就抓特务 是这么回事 你问我这问题我就这么回答你 为什么他们老天然愿意抓特务 他们说我也是特务 他们就是特务文化 这叫这就用那个 用那个什么话来讲 狗眼看人体 他本身他就是狗特务 他看人家都是特务 好 那周老师先听一听那个北京人地阶讲讲这个故事 为什么你那个访谈完这个四伯兵之后呢 四伯兵将军之后呢 北京人地阶呢做这个视频啊 我想请这个北京人地阶呢 介绍一下 您为什么要做这个视频 就我眼中的周孝正 这个周孝周老师那个 访谈完这个四伯兵将军之后 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能给我们简单的讲讲吗 同时呢 您可以简单介绍一下您自己 开始 好的 那个 大家好啊 然后周老师好 独生过的这个 您的主持人好 我大概说两个声音还可以吧 声音听得清楚大家 声音听得清楚 ok我继续说 这个来龙去脉是这样的 就是当那个周老师啊 采访了那个四伯兵将军之后 然后不是发出来那个 在周老师那个文明客厅里面 发出来那个视频 然后当时我就看了一下 看了一下咱实话实话 实际上那个采访节目呢 不是特别圆满 我自己认为不是特别圆满 就是周老师问的一些问题都问出来了 但是四伯兵将军回答的时候呢 他没有回答透 实际上这样 而小夏那个老师一直在后边就是 就是就是说这个周老师 你少说点话让那个苏伯兵 愿意说这个都不重要 就说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采访 我认为 而在这个采访之后 由于周老师说了那个话 就是中美之间要减少摩擦 扩大共识什么的 就是这种话 就是有点像外交辞令的这种话 往导致上推特一些人 就是开始攻击周老师 其实这攻击周老师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最早就是郭文贵他们攻击周老师 周老师在自己节目里也说过 然后这个时候推特上又有人出来攻击周老师 也跟郭文贵他们他们当时说的是一样 都说周老师是中共的这个派系里边出来的 他带着任务来的 你看他说话都跟中共的外交部说的是一样的 都是什么扩大共识 什么减少摩擦 这个他也圈出来 把这外交部的这个截图结出来 周老师说的话这个截图结出来 这样来弄 结果呢 结果呢 然后他们说的越来越激烈 越来越激烈之后 牵扯到了一些其他 比如说豆豆 豆豆在跟这个这些人辩论的时候 然后就直接就 毛头又指向豆豆啊 就说你为什么要支持这个人 他就已经不去去分辨 到底周老师是不是有 就说话有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周老师代表的这个 就是说这扩大共识 就介绍过他这个利益 是不是为了中国好 而为了中共好 他不去考虑这个问题 然后开始 就已经开始攻击了 不断攻击周老师 攻击为周老师说话的人 然后我这个时候就出来 我觉得 因为我之前看过很多周老师的这个 音频和视频的节目 然后我觉得我对周老师大概就是 印象中有一个了解 有一个理解嘛 然后我就出来做了一个当时那个视频 谁知道当时Percy找我 就说他能不能上这个 普遵播节目 然后跟周老师做一个对谈 你知道 我我当时就非常高兴 我觉得因为周老师是 那是我一个偶像 就是说能跟偶像在一块 就是把这个事说透了 我觉得也是非常荣幸的事 这就是大家一来龙去脉 欢迎 好谢谢你啊 我补充一下 周老师您看一下这个图片 这上面有你的名字 好 看没看见 您的上面叫周峰索 下面叫艾未未 您在中间叫周孝胜 您呢是被那个郭文贵 这个爆料革命打成这个海外美类百肩绑中的赫赫有名的人物 所以您知道这事吗 我不知道 但是我我给你介绍几句啊 背景材料 比如斯布丁那个事我还没跟你说完 实际上呢是这么回事 因为我参加了他那个隐形战争的 他的新书 在一个发布会 我觉得他那书写的不错 就是他是比较了解中国的一个美国人 而且是一个美国的一个智囊 一个关键性的智囊 因为他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 起草 美国对中国的国家战略报告的一个主持人 所以呢我呢就跟他讲 你那书写的挺好 我想给你念的书 完了呢点评你那些书 让中国人了解 因为那个你说那外交部说的 哎不是外交部说的 那是邓小平亲自说的 中美关系十六字方针 哎就要增加信任 扩大共识 减少麻烦 不搞对抗 这是完全正确的党的方针政策 比外交国的水平高多了 外交部为什么说这事 那邓小平那不是老大 或者叫邓小平理论 那都写在党章里了 这么回事 那现在呢已经到了温战了 温战再往前走 不就是热战吗 热战呢 那么就不能接受 我们不能接受这热战 但中国有一帮所谓的极左 或者叫极端 他们就认为 你你这个你 比如蔡霞 那蔡霞是一个高水平的中央党校的一个资深教授 今年也六十七八了 人家讲了吗 人家讲了说这个 修宪以后的共产党就成了一个政治僵尸 他希望习近平退休 他叫救党 人家是老党员 而且人家是红三代 人家从他爷爷就是党员 人家是党校的老师 导党的建设的人 人家要救党 怎么不对啊 对不对 但有些人就说你救党 我反党 你反党我灭党 你灭党 我成立中华联邦 你成立中华联邦啊 我武装起义 你武装起义 我搞暗杀 我空降到中南海 我把共产党的头全都给杀了 这就是极左吗 你得想这么个意思吗 他们就 他们以为反党 反党好像在美国原来有个词叫政治正确 就是在美国你不能批评黑人 你批评黑人你就不对 中卫一样 有些人也就是说你到美国 你不反党 你不灭党 你不跟着成立中国的什么新联邦 那你就是政治不正确 这就是一种邪教 这就叫 你想一想 包括郭文贵 郭文贵就是一个骗子嘛 他现在我一再说嘛 他就是一个邪教的一个教主 精神控制你们 骂你们 尤其看见女的 他就用那个女性的心理观点 他就骂你 我一再跟他们讲 你不要跟他怼骂 你想想他不管是国骂还是精骂 他都离不开 比如说你的妈等等 简单说用用我们呢 我们教社会学的社会学 一个老师就说过嘛 说你就拿他当校服看 你看一个人在传媒 或者在大街上公共场合 他就说我要这么着你嘛 我要那么着你嘛 什么意思啊 滑稽 就是他想当强奸犯 就等到说大街上满大街上 比如郭文贵满这个互联网 他就说我这么着你 我那么着你 你不就是说我要当强奸犯吗 那不笑吗 那不是叫疯狗吗 你还你还当真 而且他不以为耻 他反以为荣 你说吗 他要跟女性强行的发生性行为 我就说了 如果人家同意 啊 那叫瞬间 如果人家不同意 那就是强奸 满大街嚷 满的满世界的嚷 在这youtube他嚷 他说我要这个 我要那个 就是一个一条疯狗抽了疯了 神经病 满大街满互联网说 我要强奸你 我要强奸你骂 我要强奸你老了 我要强奸你这个那个 都滑稽 这个 所以有时候那 有时候他把你骂极了 你就对骂他 上当了 一再的讲 我一再的讲 骂人人不理等于骂自己 你不要跟他对骂 你就看笑话就了 你就看一个疯在那抽疯的 你想就这么回事吗 所以我呢跟那个苏波丁的在 我因为我这有两个演播室 我外头的演播室 那叫文明靠青 我里头那是一个虚拟演播室 我跟苏波丁在里头做了一个小时呢 我跟你们讲讲这个 这个背景材料啊 在里头做完了 还没放的 我跟他探讨什么 就探讨如何让中国的军队国家化 让军队落实邓小平这句话 不搞对抗 因为两个国家不要搞对抗 两国军队你根本能搞对抗了 所以我们一旦就跟他说嘛 当时我们中国的国防部长张爱平上将 两弹一星的头 国防部长当时带领一个军事代表团 正式访问美国 美国的当时的国防部长叫温伯格 他们两边谈的非常好 最后到了美军和咱们的海军联合军演 联合军事演习在太平洋 演习过三年 后来又在云南又搞了一次陆军的军演 两国的军队要不搞对抗 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了 现在怎么样 到了习近平当头以后 恶化了中美的关系 恶化了中国跟周围国家的关系 所以为什么蔡霞人家愤怒吗 说你赶快退休 所以叫做叫做保党 保党有什么不对的 这帮家伙好像就得说你怎么保党啊 你得灭党啊 现在你就得暗杀呀 你得搞激进嘛 所以这些激进的人用咱们中国的操话 那都是脚屎棍 你好像你你不反党 你不就你不搞暗杀去 你就是一个你就是一特务了 不胡说八道吧 你想想 我们需要我我比如有人就说你反党 我说我不反党 我干嘛要反党啊 党员九千多万党员呢 而且人家党员在呃 而国产党在中国呃成立一百年呃 就是建国建人民共和国他掌权九呃 七十一年 人家干过不少好事啊 人家有里头有好多优秀的党的干部 有点你比如说 胡耀邦同志 赵子洋同志 比如现在的蔡霞同志 人家都是党的好干部啊 人家人家的认识水平比你们这帮人高多了 包括张爱萍上将 人家八九三十一年以前开枪的时候 人家找了七个上将给中央军委上书 反对开枪反对沈阳 还有中国的万岁军 就是三十八军军长薛西天少将 他们有一批呢 少将大校上校中校 人家就慢慢的要把中国的军队有党军 党卫军变成国军 正规化嘛 给他慢慢的实行所谓的党内民主 来带动人民民主 党内高层民主来带动党内民主 一直到十三大 当时小平同志已经同意了 十三大的中共中央委员差额选举 这就已经开始到选举的程度了 怎么选举啊 马上就是选这个老平上大街 一人一票 你怎么慢慢来 差额选举怎么样 非常的棒 百分之五的差额 一共大概是一二百个中央委员 头一次一差额就把左爷给插下了 左爷是谁啊 邓丽群 没想到啊 邓丽群原来有一派要把他内定为总书记 就是胡耀邦的接班人 结果没想到中央委员就给他插去了 那怎么办啊 就把他弄到中纪委 中顾委 中顾委常委 有他也插去了 你想比较年轻的中央委员给他插去了 比较老的中顾委也给他插去了 中国已经走上了体制内正了体制改革的一个路子 结果 胡耀邦一死 大伙一捣念胡耀邦 小平的根子 就是暴力嘛 所以最后简单说他抄了家伙了 他杀人了 他杀了北京人好几百 包括学生领袖 你想想 这就是一个弯路啊 那现在我们就想了 我们怎么中国得走正路啊 你不要以为你们到美国就反党反党 你们就搞武装起义 你们就暗杀 中国就好了吗 我一再说我不反革命 我反对的是这个集权暴政 我反对这种思潮 所以现在跟美国打的不是贸易战 也不是什么这个战那个战 打的就是意志形态战 美国最棒的就是人间是三权分立 人间是民主宪政 那你想想这种这种所谓的人类的文明的这种制度 怎么怎么来啊 中国我们不是让中国富起来 我们是让中国先文明起来 比如深圳应该是先文明起来 香港就文明起来了 就怎么样 他就开倒车了 所以我们现在探讨的是中国的真问题 就是你怎么能让中国文明起来 不要集权也不要更不要暴政 你也慢慢来吧 就你们在这喊我们革命 老周不革命 老周是特务 我们说你们这种思维还是这种暴政集权的思路 就是红色思路 就是所谓中国的红色文化 简单说党文化 我根本就没入个党 我没入个队 没入个团 我没入个党 我没入个党 我根本就 怎么就 我当然不入党 我从小有人入队 我都没入中国少前队 我都没入过 我为什么要入党啊 他们都什么问题 都什么脑子 这都是 我在大学教书 我们大学有的是老师 你以为这老师百分之百都是党员吗 我估计可能得有一半就不是 反正我反正我就不是 我也在党校教课呀 我在中央党校几个党我都教课呀 我教了这么些年课 只有一个党校的学员 他问过我 我讲完了课 他出来了 他说周老师我能不能问你一个问题 我说可以呀 他就问我说你是党员吗 所以我就跟他们学人讲 我说我在党校教了这么些课 就碰你一个明白人 这个人呢 他通过我在讲课 他可能怀疑 他说这小子是党员吗 他就问我 我说我没入过党 剩下的别的人学员 连问都不问 还有你们这些人 有的就说 他怎么是 他怎么不是党员 他怎么在党校教课 怎么了 我在党校教过多士课 我在党中央党校教课的次数 超过蔡霞 蔡霞他是中央党校的在编的教授 我是 不是在编的 但是我在中央党校 我有记录 以后我都给你们放啊 我在党校哪天哪哪天 我在党校哪个教室 我给他们讲的课 听人听众什么人 我这种名单啊 我跟你 我以后我把原生记录 我都让你们看看 我在 周老师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啊 那个谁 dj你要有问题 你随时插话啊 我就想那个周老师 我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现在呢 海外吧 我们人在海外吧 有看到一个现象 这个现象是什么呢 就是这些 越来越多嘛 很多退休的这些工知啊 就是老的这些知识分子啊 还有就是在体制内工作过的 不管是党员 还不是党员哈 越来越多就是到海外 就是投奔子女啊 呃 去在海外生活 他们呢 以前呢 可能都是挺成功的人啊 就是包括在大学教授啊 或者是各种各样工知 现在这些人呢 出来以后呢 像您呢 就您为例啊 蔡霞老师也是另外一个例子 就是到了海外以后呢 他们是退休了 然后跟子女生活 然后呢 站出来发声 像您要办这种文明客厅教师 就是讲课课堂 想把自己知道的东西啊 还有自己的想法讲出来 这本来呢 在任何的 这种 就是咱们把这中共放下 在任何的 这种 就是 社会吧 都应该是好事 因为大家 言论自由嘛 自媒体 利用这种 但是呢 现在就出现一种情况 好像是说 第一就是更邪恶一点的人 就会说 哎 这些人是党晃出来的 就是大外宣 带风向出来的 然后呢 另外一种人呢 就是说 这些人本来他就是共产党 他就是在这儿 就是自干五 五毛 自干五 两种 然后呢 就是现在呢 就是让很多人呢 就是我看上去很 不公平 而且很气愤就是 在国内大家不敢说话 你说就全是一个声调啊 就是删帖啊 微信 你说什么都不行 但是人到了海外 比如像这种工知也好 或者是留学生也好 这种各种各行各业的人 到国外一发声 就变成了你是自干五 或者是风向 您觉得像您周围这种人啊 您自己的经历 您自己同事啊 出到海外 您说为什么有的人发声 有的人不发声 像您这种发声 受到有时候会受到一种打压 您怎么看这件事 这件事啊 还是我说那八五 就是中国的一个基本国情 就是八五 哎 无知无能 无情无义 无道无德 无耻无赖 你非得把这中国这八五变成八有 叫有知有能 首先就是无知 哎 他们说在中国国内 你们怎么不发声啊 谁说不发声了 我在中国国内 我讲课我在人民大学讲课三十年 我在中国一共讲课了五十年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我不发声啊 我现在留下好多 后来有了这个录音设备了 所以我就留下好多所谓录音 以后就有录像了 你们就可以知道啊 那是我今天讲的吗 你不是说我在十二年以前 我在我们的母校北京师范学院 现在后来改成首都师范大学 我给他们讲的 当时我给他们讲的时候他们有摄像 我记得好像底下支的一个三脚架子 有一个摄像机嘛 他们就给我录下来 录就录吧 我对录像我从来我没有感觉 你录就录我该怎么讲怎么讲 后来他不知道什么人 他们就给上了那个互联网了 现在我再一看我这YouTube 我昨天一看我这个当今中国社会问题的一个讲课 大约有两个半小时左右 在YouTube给我统计的 我的点击数 昨天是247万 我说这个挺多的呀 后来我又看了看 YouTube也统计过 邓丽君唱的甜蜜蜜 月亮代表我的心 就他那个歌也挺好啊 点击率是249万 后来所以我就跟熟人说 我说你看 我还差两万 我说247万 昨天 邓丽君是249万 但是他已经去世了 但是他那歌的点击率还有可能上 因为人家愿意听他歌吗 我也愿意听 但是我跟他那个YouTube的统计的那249万 我现在还差两万 我现在估计是一个礼拜能涨一万 所以等到涨到249万的时候 我再告诉大家 对吧 你们去你们也打开手机看呢 YouTube 他可以点 你可以点呢 点我那个啊 就是12年以前 我讲的那课 谁说我不讲了 他们就认为中国都不讲 跑到美国来来瞎讲了 胡说八道 你们无知 你像蔡霞 你10年以前就讲 对对我们 我们虽然不太熟 因为他是中央党校的 我人民大学的 但是我们一块开会 听过讲座 听过讲课 听过呀 那蔡霞早就这么说 他们不知道 完了他们就说 你看你跑到这儿来 你说来了 你们无知 你们好好看看去 对不对 谁不讲了 我在我在 那个井冈山那个中央党校 我在延安那个中央党校 我在上海的那个中央党校 中央党校 中央组织部直接管的党校 就四个 北京就是中央党校 还有那三个呢 那中央组织部直接管的 你问我那讲没讲过 他们有录音呢 你们自己不知道 还说我们 我们好像以前就不讲 是了我怎么不讲啊 你想想我讲什么来了 我讲的就是实话 我这人就是实话 他说 你比如说中央党 他1920年 他成立的 1921年根本不是7月1号 他是7月23号 1921年一大有12个代表 有没有毛泽东 没有啊 根本就没有毛泽东 毛泽东那时候没入党呢 他怎么就成党代表了 而且党的代表是以城市为单位 比如武汉 长沙 济南 天津 北京 他不是一省啊 所以当时我就跟他们讲 有人说毛泽东是湖南省的代表 错了 他不是一省啊 人家湖南省有俩代表 那不是以湖南省的单位 是以湖南省的省会 就这么回事吗 我早就跟他们讲过 哎 他们不知道 还有就是我跟斯伯丁讲的 他们知道吗 我还没放呢 我跟斯伯丁在我们里头那个演播室 我们俩说一中头呢 我们俩探讨如何让两军 增加信任 现在没什么信任了 而且是不搞对抗 不搞对抗 他们就说哎呦 你是特务啊 特务怎么了 就算我是特务 比如说郭文贵就说我是特务 而且共产党给我给我三亿美金 他们告诉我了 有人告诉我 我没看见过啊 有人告诉我 哎说老周人家 郭文贵说你是共产党的特务 而且还给了你三亿美金的所谓活动经费 哎我说挺好啊 我没见过一分钱我没见过呀 我说你要给我三亿美金 我说用不着 你给我一亿美金 我立马宣布我就是共产党的特务 不就完了吗 开玩笑吗 所以这些年轻人他在那个 他听了我那斯伯丁那个话 还没听完 他就开始就说了 dj有问题问您 哎 dj你说 不好意思 等断一下啊 就是 刚才那个实在不好意思 就是您后边还有那个 斯伯丁采访的视频 我不知道 等期待您放出来 另外我有几个问题想问您啊 就是通过这个问题 也能大家也能了解到 这个周老师的政治立场 我想第一个问题的问题 就是现在您看啊 就是这样 包括你像昨天那个陈光诚律师也在啊 这个啊 呃 共和党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会议上 他演讲 他们说什么呢 包括西方的主流媒体 包括西方的政界都在说 他们说中共现在成为世界的一个威胁 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我想问一下 早就是世界的威胁 他们就无知 我不说了 我当小学六年级初一的时候 哎 当时我们的老师就跟我们讲过 共产党宣言 人家共产党宣言里写的非常清楚 我说了好几次了 哎 叫做共产党人不屑于掩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 他们公开宣布 主养公开宣布 他们公开宣布 一百多年以前就公开宣布 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来推翻全部的 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 你想想吧 人家本来人家不屑野蛮自己的观点 去年哈 可能至少是去年吧 人家习近平号召重新学习共产党宣言 哎 他们就不知道 我老这说 他们说你怎么重复啊 我说我重复对 好事就得重复 你们不知道我就得重复 所以他们说没有认清共产党 你怎么没认清啊 人家共产党公开宣布 我们用暴力来推翻全部的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 他就是个暴力团伙嘛 简单说他说邪教嘛 他就是 你们不知道是你们啥 人家早知道人家说了多少次 你们你们也 视耳不见听耳不闻等于说 所以还老有人说你怎么那么啰嗦 我就说这么大的事情 说了这么些次 还还是不知道 你说这叫什么事这家 还以为说我们都这么大 我今年七十三了 蔡霞好像也六十八了 说他们到美国来 他们说这事 人家早就说过 我就轻耳听见蔡霞说了多少次 至少十年以前 或者八年以前 你们不知道 你们 是不是 一个一无知 就开始狂妄 在这说我要推翻 这个中共 你们要你们反党 我灭党 你灭什么党啊 你郭文贵你是个骗子 就你灭党 就跟着你这么一骗子就灭党了 还有这些所谓的小蚂蚁 你们傻不傻啊你们 你们上了当了你们 对不对 那个周老师我问你一个问题啊 您在美国已待好几年了 不到三年两年多 大外宣 你觉得大外宣这个厉害 你给大家讲 怎么来判断大外宣 大外宣没什么可立的 我比大外宣还立个呢 我在中国讲课 你们有多少人听过 我比大外宣立个多了 大外宣他们骗人 让人给揭发了 我没骗过人 我实事求是 我给他们讲当史 我给他们讲抗战史 比如抗战 有抗战吗 抗战是人家谁抗的 比如抗平朝 抗平朝就是亲战战争 你这八国内 从八国联军开始 八国联军是干嘛的 八国联军是主持正义的 你当时出了一帮义和团 你把人家大清朝建交的 大概有十几个国家 你把这外交使节 比如说当时人家 德国驻大清朝的公使 你都给人折磨致死 你杀死了好多人呢 完了人家 完了那个大清朝的头 像好像是十几个国家宣战 那你们又把人家外交官 给人家折磨致死 你们把人家派的那个教堂 和那个办的学校等等 你们都给人家这个烧了 你们把人传教士 传教士是人家西方的知识精英 你到你这来不要钱 到你这给你办医院 协和医院给你办大学 清风大学 古人大学 什么圣云汉大学等 还有燕京大学 你们不给人杀了 你们把人家传教士 宣教士你们给杀了 杀了多少 杀了二百多万 但是你可别忘了 你和团 你把人家信教的群众 都是中国人 你杀了二十万 你像话吗你 你把人家西方的使者 给人家杀死 你把人家的知识精英 也给人家折磨致死 你还把中国的信教的群众 你给杀了二十万 我就问你 人家不派兵 人家干嘛 对对 人家当然要派兵 八国联军 八国联军就是维护正义的 你想想 他们动不动 八国联军亲了谁亲了你了 人家给你通的伤 人家给你办的学校 帮着你搞的所谓精神文明 让你有信仰 对对 结果你把人家给杀了 结果这个慈禧 他的身边就是一帮太监 太监什么人啊 心智不健全的人 狂啊 最后人家宣战 把他们自己给打跑 打到西安去了 所以老是说八国联军 八国联军怎么着 八国联军就是正义之师 文明之师 你想这道理 如果我们中国现在往外国派这些外交官让 你们给杀了 你们把我们 在外国干的这些合法机构 你们给烧了 我就问你中国军队不去吗 那叫维护主权 那叫维护尊严 所以八国联军完全正义的 你们那些小粉红你们知道吗 你们是非颠倒混淆黑白 我就跟他们讲如果我要年轻 对对 那你们这个所谓的义和团 义和团什么人暴徒 所以说资中云老先生 今年六月份九十高龄 资中云人家讲的非常好吗 他说都一百多年了 上边还是慈禧 底下还是义和团 上面还不是慈禧呢 为什么慈禧讲信用 人家慈禧当时 这个战败了赔钱 而这人家呢 聘请了一个 纯种英国人叫贺德 在大清朝当海关总署的主长 就是一把手 你去看看人家贺德在中国干了五十年 人家把大清朝的海关从无到有 给建立的非常棒 效率非常高 而那些海关的那些雇员非常清廉 清廉到超过共产党所有的官员 你再看你现在共产党你的海关 腐败到什么程度 你再看人家 人家那贺德在中国工作了五十年 后来慈禧封他为一品大员 一品大员相当于政局常委 人家回到英国三年以后死了 这就是慈禧干的事儿 你现在我就问你 现在你们请一个 老传统老外在这当一副总理 那个周老师 周老师 要有问题向你请教 稍微那什么面 周老师这样 我还有一个问题 刚才不说有几个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说 刚刚您回答了我 就是世界怎么看待 中国国人大陆世界威胁 这个问题 另外再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问题分两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我想问问您 您对中共 现在在中国大陆的合法性 是一个什么样的解析 没有这问题 第二个问题 你说你说 我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大家都觉得从您的话中 就体会到您是一个这种 温良改革派 而就是考虑上第一个问题 就是说他执着合法性的问题 然后您又怎么是 现在是不反的 要去推崇您的这个 改革派的这种方式 不是 中国 我说中国就没有 什么合法性的问题 我是在1966年的时候 我亲自在北京工人旅厂 能装八万人 我们亲自开会 听当时毛泽东38年的妻子 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 他有一句话 他说我无法无天 后来我就问我们同学 因为我们的同学里 有高汉子弟 我就问他们 我是江青突然间大会上 当时公开的向八万这个所谓学生 说我无法无天 我说这谁说的呀 他们告诉我 这是毛泽东的口头禅 毛泽东说我无法无天 我是和尚打此案 无法无天 所以江青是学他的丈夫 学中国的一把手毛泽东的话 跟我们说 所以我印象非常深刻呀 所以中国有合法性的问题吗 说你问中国政府 中国国 这共产党合不合法 根本就没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典型是伪问题 人家无法无天 那宪法怎么来的 当时我听中国社会科医院的院长 叫胡乔木 给我们亲自讲了 解放以后 当时苏联 还说你们在那有法呀 毛泽东我不理 但是苏联人说多了 给毛泽东说的烦了 毛泽东就把他的秘书 就是胡乔木 胡乔木级别也很高 胡乔木死的时候是中国政政局常委 是中国的理论家 头一号 当然是共产党的理论家了 他跟我们亲自说的 他说毛泽东就把他叫去了 说咱们也在立个法呀 立个法是怎么立 把全世界的法好的 咱们凑一块 那就是我们的法 什么意思啊 我们的法就是骗人的 他自己就没打算按着法 所以你们动就问 中国人家有合法性吗 人家有什么合法性啊 人家是暴力 人家枪杆出政权 人家说我们是幽灵 我们是用一切暴力推翻 全部的社会制度 我就问你用暴力推翻的社会制度 我建立的政权有合法性吗 没有这个问题 所以老奔说他合不合法呀 根本在共产党脑里就没有这个问题 你想我靠着杀人 我靠着阴谋诡计 我靠着暴力 我拿来的政权 他有什么合法性啊 根本就没有这个问题 你得想这个问题啊 这叫伪问题 点着伪问题 就是我就说嘛 巴无心态嘛 首先就是无知 完了就是一种阴暗心理 就是一种一口吃上个胖子 这种急躁现态 因为在文革的时候 我们有好多人叫急左 或者叫行左实右 就是这杠人力 你得头可断血可流 毛泽东思想不可丢 简单说 你就得当恐怖主义 你就按杀去 学习谁啊 黄继光 董存瑞 舍身炸碉堡 黄继光 赌枪眼 你知道吧 就这种人 一直到我来之前的几年 我不说过吗 我跟司马南在电视台做节目 那一天的节目就是 国务院通过了保护未成年人法 把教室里头的赖宁像摘掉 所以就中央电视台就讨论这么一个节目 因为赖宁是民族英雄啊 是小英雄啊 他的像都在小学的教室里头挂了呢 大家都得学赖宁 学赖宁什么意思 有了危险有了坏人上 叫头可断血口流吗 当时我跟司马南就做了那期节目 司马南就摆出一种极左的样子呀 我说你知道吗 我们中国的普通的人 特别是妇女儿童 特别是儿童 人家都有紧急避险权 这是人的人权的一个部分 这边有歹徒呢 或者着火了 有危险的情况了 那些儿童得跑 躲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去 你不能挖冲 因为你有紧急避险权 我当时跟他们举的例子就是嘛 我说911哎 两架飞机转了911 转了社贸大厦了 死了将近三千人 谁进去啊 纽约的消防队员 人家往里冲 一共据说有好几百的 后来我就说 我说这些消防队员 抢险的这些队员 他们又没有紧急避险权了 人家搞法的人就说他们没有 说为什么他没有啊 因为他们有组织 他们有工具 他们有知识 有了着火的这个种地儿了 消防队员去救火去 人家有组织 人家有技术 你一般的 特别是未成年人 你们去救什么火 你们添乱 你们就是 当时司马南就跟我摆出极左的样子 哎呀我从小就得让这孩子学习男子汉呢 本身男子汉的概念就不对 什么叫男子汉呢 男女平等 那女的怎么了 咱就不说这词了 我家摆开用这极左的架势 后来我就跟他讲 我说你知道不知道有一词啊 我们我们不是紧急救险的 我们也不是消防队员 我们都有紧急避险权 你知道不知道 他反正挺快 他知道我在辩论的时候 给他打的路还流水 等我走了 后来过一些日子那个编导 就跟我说 说我走了以后司马南又回去了 哎他又找这中央电视台这期的编导 他说这期别播 为什么简单说他丢了大份了他 你知道吗 他自己把这期节目他让人家不让播 这这个编导也跟我也挺熟 就干上我说 这期是司马南不愿意说 丑闻呐 你司马南你有什么水平你 所以我跟他讲了 我跟你们 我在对优特也说过 我说司马南是个坏人 装着那种极左的镜头 好家伙 你想想 现在这些人也一样啊 在海外里头有些极左啊 简单说 郭文贵就是啊 极端呢 哎你们反党我灭党 你们没当我成立联邦 好家伙 我再往前走 我就武装起义了 我就搞暗杀了我 好摆出这种极左的样子 叫唯我独左 唯我独阁 这种人非常讨厌 用我的话就是 嚼屎棍 就你们 就你郭文贵 你们里这帮人 你就反党了 对不对 那反党 反党或者说反党 我为什么我不反党呢 我干嘛要反党啊 我是要反对这种极端的 这种这种暴力的 这种思潮 新一门退休了 共产党倒台了 你以为中国就好了呢 我一再给他们举个例子 你像这个冤赞 发明以后 谁谁也不知道 美国突然间 在1945年8月 这个6号 一个冤赞 又扔到东京 不是东京 扔到那个什么长崎了 广岛了 扔到广岛了 一下子就死了十几万人 简接着又扔一坑 8月6号一坑 8月8号 8月9号一坑 日本天皇投降了 应该多好啊 是啊 当时人家美军为什么要扔原子弹呢 就是要吓唬天皇 你给我乌战战投降 要不然美军占领日本怎么也得一年或者半年 而且死人得死几十万 结果日本天皇就投降了 大时候是好事啊 虽然日本人死了几十万 但是美军至少避免了几十万人的死 可是你别忘了历史学家 你过了这么多年了 想一想 你不形成了权力真空吗 哎 那么日本天皇宣布吴天队投降 哎 在中国的日本兵也有好几百万呢 放下武器投降了 形成了一个权力真空 哎 首先俯视了国民党 国民党就派接收大员呢 你想突然间出现一个权力真空 这不就得有填补吗 填补那些大员 哎 参加虎败啊 哎 然后又制造了一个权力真空 那不就是共产党吗 这不共产党就借着这机会 在苏联的支持之下 哎 俄国的支持下 他不就把东北给占了吗 他不就后来就就赢了吗 所以共产党怎么来的 你们知道吗 所以说不要脆断 你别以为脆断是好事 所以我们为什么主张改良呢 就是要渐变 哎 你得指你得让把这中国的老百姓 14亿中国老百姓的思维 你得让他或者是意识形态 让他明白啊 首先你得由八五把他变八有啊 他无知你让他有知啊 所以我的一思路就是你得搞教育啊 你得搞教育或者叫教化 什么也不知道 跑到美国来和激进 只要反党我们就得联合 你联合什么你联合 那反党有的是脚屎棍 有从这个角度的 有为了骗钱的 拿反党当什么生意做 是吧 拿着反党 说的越激进越骗钱呢 这些人你跟他团结什么呀 那教育他 你知道吗 所以他们就说你看老周 老说体制内他老说改良废话 我就是改良 你一直你得改良 你别改略 而且你得慢慢来 你别想着中国就脆断 一天之内 共产党垮了 就跟那日本投降似的 日本投降形成巨大的全力真锋 是好事吗 不是好事 那个周老师我想我想补充两句 就是就是怎么说 我觉得可能说反共这个词最早的话 应该是西特勒和东条英街 还有那个摩扫里尼提出来的吧 后来包括溥仪啊 包括那个那些包括王金威也加入了 其实最早提到反共的 我觉得应该是这几个人才对 不是反共这词就不对 反对的是极端 反对的是暴力 反对的是极权 反对极权怎么反对啊 从一开始就得教育 这些 权威型的人格哪来的 那不是权威型的家庭出来的吗 权威型的家庭什么意思 家长制啊 所以我们研究社会心理学的这些人去讲吗 这孩子怎么他比如说七色勒哪来的 毛泽东哪来的 对了习近平哪来的 他们是一个破了产的极权主义的一个信奉者 他们为什么信奉极权主义啊 极权主义在近代上一个鼻祖 那不就是希特勒吗 所以最近我还看了看 希特勒那书叫我的奋斗 那就是一个邪教教主的一个系路历程啊 你得仔细研究他 德国出了好多能人 怎么也出了希特勒了 他这种极权的文化 你不改变中国14亿人的这种极权的文化 红色的文化或者叫共产党的文化 你 共产党下台了怎么着了 还有别的党呢 你方唱办我方唱 所以这些一动不动就反党人 非常浅薄 你知道吗 他就以为他革命了 就跟文革似的 他革命 和革命什么武斗 你看武斗后来文革是有一句话 叫要文斗不要武斗 那你想你文斗你有压力啊 你看现在走自判 你不上去打他 你不武斗 所以武斗当时就是形成了一种氛围 用现在话叫叫政治正确 你知道 哎中国共产党有毛东有计划 千赶紧的出政权啊 现在也有人奉献这种 不是就奉信这种所谓极端文化吗 郭文贵就是啊拿着骗钱 你想你们反党我灭党 我灭党我成立什么法治基金 他懂得什么叫法治吗他 他就是一骗子 他法治基金的 现在终于快 呃你们也都知道 那班农 给抓起来了 告诉你过不了多久 郭文贵也得给抓起来 你别以为你反党 人家就不能抓你 而且你也不要以为反党就是好人 对他们说你只要反党 咱们就得联合起来 那反党里有好多坏蛋呢 他反什么党 他比党还 他比极强还极权呢 你想想 对 周老师这个是非常那个 就是非常明显的了 就是这个 拔蚁帮本身就没有一个 民主的氛围 这个是都有目共睹 我记得前一段不知道 在哪期节目里讲 说你们老是常委啊 又是什么新联邦 中国 你们有 有人能 人一人一票吗 这个问题以前问过 我想问一下就是 刚才 刚才那个DJ 你要不要把你第二个问题 重复一遍 然后等那个DJ问完第二个问题 我想接着DJ的问题 就是 目前哈 您看您说就是说是和平 这种过渡啊 什么民主 就是 不要暴力推翻的这种基础上 您说要开启民智 大家要互相就是 就怎么说呢 就是要教育和开启民智 但是像中国 我想问您的问题是呢 DJ你先问你问题一会儿啊 我就 我就 我的问题是在这种 中国现在这种 中共这种集权下 一个声音 统一思想 怎么 能够 开启民智 就是 墙外的人现在有时候也是这种 特别极端的思想 就是我们感觉非常非常的难 您是对这个怎么看呢 那DJ你先问你的问题 然后周老师可以一块回答 开启民智 这句话就有点狂猛 哎 叫做自己先受教育 你开启民智谁 你不是我 我要开启民智 那我自己我就得自我教育啊 好多事我都不知道啊 你不是我就我就跟他们讲 我说你们这些海外民运有些事你就不知道 31年以前你们知道吗 人家张爱萍国防部长两单一星的头 人家找了七个上将上书 这七个上将通通中央军委的主体 不许解放军不许进城 不能开枪 特别是解放军不能向劳本性开枪 人家把这个七上将上书 由江林和这个张爱萍的儿子张胜 他们一块交给人民日报 当时负责任的一个主编叫保育军 保育军很很负责啊 这七个上将一个上将一个上打电话 核实 你签名签名签了 什么内容 把你们签名的顺序 因为这是大事啊 因为小平是军委主席 他要开枪 他已经调了二多万军队了 哎 子弹都上堂了 哎 这边的有责任感的职业军人 反正得开枪 如果当时要是人民日报给登出来 因为人民日报是党报啊 那影响就挺大 没给登出来 由于操作失误 小平知道了 想先一步知道了 把他们这七个上将都给抓起来了 所以都给控制起来了 六个上将做检查 只有张爱萍上将不做检查 所以他一直到死 也没有再工作过 哎 这就跟赵紫阳一样 人家赵紫阳是党的十三是全国大夫 他会选的总书记 而且是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 结果怎么样 这个 给人罢免了 这种罢免就跟那个习近平修宪式了 他是不符合他们定的规矩 也可以说是非法 但是赵紫阳人家不做检查 人家赵紫阳准备用民主法治的轨道来解决学潮的问题 非常的正确啊 结果给人家软禁15年 一直到死 人家赵紫阳也不可以检查 所以像这种民族的脊梁 也是党 而是党的总书记 你为什么要烦 我当你赵紫阳的认识 比你们这些所谓海外民运高多了 你想想 我进一步问一下我这个问题啊 刚才有几个人在举手 您要是能尽量回答我问题 稍微短暂一下 让别人有机会啊 因为我有点时间太多 您说这开启林志属于太狂妄 但是我发现现在其实华人 不管是墙内墙白都缺乏自我教育 自我反省的精神都是先占立场 对 我是干什么的 我是反共还是不反共 我是支持什么 我是支持川普还是不支持川普 没有这种去像您说的去学习去看历史 然后有这种知识以后再去做判断 您说我们应该作为我们应该做什么怎么做 怎么才能改变这种局面 这是我的问题 您要是能够 你说的对啊 就叫正人先正己 你自个说我要开启民志 你本身就是一傻子 你还开启民志呢 你先自我学习吧你 简单说五日三行五身 你先每日你先反省反省自己 自己哪些是缺乏知识 或者说缺乏那个思维的清晰度 你得想想你先自我反省人家美国是三万五千个 至少是教堂或者教教会 人家一到礼拜人家就去忏悔 你知道你中国你会忏悔吗 这些海外民运你问31年了 你问他们忏悔过吗 他们在八九年他们有什么误判 你得想他们自己个人品质有什么恶劣的点 你得想想你得首先你得自我批评或者叫反省或者叫忏悔 这是第一位 动作叫启发民志了 你自个就是你傻子 你还启发民志 你先启发你自个吧你 对不对我应该跟他们讲吗 基本的事实不清楚 比如共产党哪年成立的他们都不知道 你说你反党是党做了好多缺德事 你给我数数 党成立100年了 中国亲中国成立71年了 你问他做过哪些错事缺德事 从大事来讲你给我数十个成不成 对不对 他做的事你都不知道 好 那个当哥你等一会儿 那个农场小哥举手了 农场小哥你开麦请讲 农场小哥 喂 请讲 首先我问一下周老师好 还有各位嘉宾主持好 实际上我觉得周老师你说话前后矛盾太多 首先我谈一下我的观点 我觉得灭共事前提 没有所谓的改良 改良是为中共是让它存活的一个非常隐蔽 非常邪恶的 非常怎么说呢 是为了中共保命的一个借口 改良改了 从这个大清倒台之前到现在还有所谓的改良派 改良在89之后 改良在89之后 对中共来说已经 已经没有市场了 所以说周老师你现在还是一个 中共不是犯错,它是犯罪,它是世界上最大的邪恶组织,它杀了人士,世界上任何一个组织都没有这么多的。 它面临越快越好,越早越好,这是最大的公约书,这是个前提,中共必须要垮台,没有所谓的改良,它没有它的基础,没有它的条件。 发生之后,已经没有所谓的改良的任何的条件和基础了,而且自从这个习上台之后,它所做的这些道行迷失,已经显示了中共它落败的这个盲潮,可以说习是最后一个中共的头领。 你现在还在这儿谈改良,是的,我们在一个平台可以做相互的互动,互相的接问,我觉得周老师,作为你一个社会学的一个教授,你的知识也很渊谱,可是你现在还在这儿谈所谓的改良,我觉得你完全在这里误导大家,我并不想给你扣太多的帽子,也不应该给你扣帽子,我只是听懂地跟你讨论。 现在已经是美国认清了,对,正是因为希望中共的改良才造成了现在世界的劫难,造成了现在美国伟大不掉,造成了出来一个创,你现在还得这谈改良,你完全是站在中共的立场上,在这儿说话。 这种观点就是一个典型的激进派,他有革命,我就问你改良为什么失败,那不就是因为你们这些激进的革命派在那儿捣乱吗? 还自以为自己就是这,为我独阁,为我独尊,革命,共产党就完蛋了,你有那本事吗? 周老师,请你不要打蛋,因为你也是嘉宾,对吧?我也是嘉宾,你不要打蛋。 农大小哥,您继续讲,您继续讲。 这是这样的,我觉得现在的方向就是要支持美国,要积极地反共,改良没有条件了,没有基础了。 任何所改良的只是在这儿替中共在这儿吐什么粉,这是对中共想延缓它的这个生命而已。 中共它犯的不是错误,它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团体所犯下的就是这个。 那个农大小哥,那个讲话不用重复啊,说过的话,你说两遍啊,你把你的思路,把你的想法说完啊,必须。 好的,谢谢。但是这样子,我觉得现在大事已经明了了, 我们要站在美国一边,站在任何一个西方的民主,法治的国家一边,一致对外。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以灭共为前提,任何所谓的改良都不是,都怎么说呢? OK,我就不再重复了。 我说的意思就是,现在没有改良的调料和技术了,这是一个。 第二,中共是犯的是恶,不是什么错误。 刚才朱老师也说了,这个中共是无法无天,那这样的政府有合法性吗? 它根本也没有合法性,这一点你也承认。 你这样的话,它有改良吗? 在中共存在的前提下,你怎样来说服国内的民众。 中共它做了一个独裁,它不可能开放媒体。 不可能开放别人,而它现在相反,它要关闭国门。 你这样怎样来启发呢? 对吧,你这个前提条也根本没有。 至于说,催断之后怎么办? 一百多年前的中校区的三公园已经给了答案了。 它是伟大的一个,一个种植原家,就是共管。 就是在联合国出头,以美国为说联合国出头的情况下, 来共管,慢慢地来引导。 不可能再出现任何一个某种。 现在是21世纪。 你,你是在? 喂? 喂? 天使别激动,慢慢来。 那个农生小伯,你继续把话说完。 OK。 我们的前提就是第一要灭共。 第二,在美国,自由美国,美国联合的西方国家庭中, 灭共,灭共。 那个老长小哥,你好像话都差不多了,不要重复了。 好的,好的,是。 OK,那我再说一分钟再总结一下。 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作为华人, 我们就是说,即使你水平是个对基础的老百姓, 你的理论基础带薄弱, 可是对基本的良知也要有。 你可以去说服别人。 任何人都有条件,有技术来说服别人。 不可能你只能是个教授, 你就可以去警察别人了。 对吧? OK,我就暂时先说到这儿。 谢谢。 好,请你那选吧。 那个请周老师回应一下,周老师请讲。 他这种观点就是一种典型的唯我独阁。 他说灭党是一个前提, 这不就胡说八道吗? 那党你灭得了吗? 你还没灭党呢? 党先把你给灭了,对不对? 你得想一个实事求是的一个路子呀。 有人说为什么改良失败了? 改良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有这种急躁的这种所谓唯我独阁这种捣乱。 你知道吗? 就因为像你们这样的人,灭党是前提, 那前提哪来的? 这个得联合美国,美国还两党呢? 一个民主党,一个共和党, 他们两党还是争的, 尤其这民主党简直没有是非了。 他们是逢川必反。 所以有人有一个概念比较对, 他已经不是反对党了, 他已经把民主党把共和党当成了敌对长。 对不对? 你想这道理, 中国百年, 你问问这种搞激进的, 前提就是得灭党, 前提就是得把这种极端的暴力的这种思潮给他改造。 怎么改造啊? 你不得搞教育吗?和教化吗? 你得想从小你就得生活在一个民主的家庭, 你不能生活在一个权威型的家庭, 权威型的家庭就是家长制吗? 那权威型的家庭变成一个民主性的家庭, 首先就是教育吗? 他一个男女人相爱, 人家结婚生孩子了, 我问你他做父母了, 你不有所谓家长客, 他没有家长客, 他怎么就变成了一个民主性的家庭了? 他照样是权威型的家庭, 他爸爸权威型家庭出来的, 他爷爷也是权威型家庭出来的, 还有这句话乌鸦落在猪身上, 不能光看见别人黑, 你光骂共产党是不错, 共产党是比如邓小平开枪, 他就是反人类罪, 那你又没有责任呢? 你想, 你看他说的话里头完全就是说, 灭党灭党灭党, 党就是不对, 党就不对, 你对吗? 你做了什么事, 我就问问你, 对不对? 就是吗? 满口就是唯我独阁, 唯我独左, 好, 动不动就灭党, 你灭得着吗你? 对对, 所以说人家那个, 都是人以前, 我记得好像三十多年, 你有几个学者就写过吗? 叫告别革命, 人家说的比较, 比较策略, 还是革命革命, 你革什么命啊你? 因为革命就是杀人, 我一再说你要想说革命, 你得说光荣革命, 说什么颜色革命, 动不动, 现在就煽动杀人, 对不对? 你杀得了吗你? 你还没杀人呢? 就把你先给杀了, 我告诉你, 这叫, 还是那句话, 哲学的思想就是, 我再说一遍, 马丁路德金那句话, 人们无法通过邪恶的手段, 达到美好的目的, 因为手段是种子, 目的是数, 这个, 你现在用邪恶的手段, 比如说暴力, 比如说革命, 比如说杀人, 可是你可别忘了, 人家现在, 人家中共, 或者说习近平, 人家有核武器, 所以我一再讲, 温战得降温, 你别让他升温, 升温就是核战争, 现在人家蔡霞那句话, 说的也很到位, 当然也很激烈, 共产党已经成了一个政治僵尸, 政治僵尸的意思很简单, 就是死了好几天了, 他那个尸体已经僵了, 但是僵尸, 你赶快让他入土为安呢, 你对不对? 但是他如果他要诈尸怎么办? 用老百姓的一句话叫诈尸, 诈尸就是用核武器, 由于苏美两个大国的战略误判, 他们在31年以前, 他们搞了个中导条约, 可是他们没有拉着中国, 也就是说射程500公里到5500公里, 叫中程导弹, 他们不玩了, 他们这条约30年, 到了去年8月2号到期了, 可是这30年之内, 你可别忘了, 人家中共没有加入这个条约, 中共猛玩, 我就问过他们一个情报机构, 我说中国的中程导弹有多少个了? 他们有人告诉我, 一万一千枚, 当然了, 这数字咱也无所谓, 你反正有几千枚, 你也够呛, 而且这些几千枚, 他还给你有些可能装上核弹头了, 我们中文有一个人你们都知道, 他说我们还得造一千个核弹头, 还有我刚才讲的那句话, 就是呢, 绝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他已经作废了, 你想他一诈尸, 诈尸就是他一懂核武器, 你灭共灭共, 你灭的共, 他懂核武器, 人家我前两天我听这个谁就是明镜的电视台的一个叫程小农说的好啊, 说你用了核武器, 比如说你打南海, 你打南海用了核武器, 你用完了我也有, 他就一环套一环, 我们叫一报还一报, 最后就是第二次打击, 最后就是收不住车了, 收不住车了, 全世界有几万个, 说的是成千上万个核弹头, 地球就完蛋, 就你们这些极左派, 我革命我革命我得灭党, 你灭党灭的是人家超了核武器了, 你全完蛋, 还是跟我这极左呢, 摆这种极左, 我从小就见过多了, 你不是像文汉哥们, 你不是说打倒走子派, 那就得武斗啊, 上面来了说我们得讲政策, 要文斗不要武斗, 那你怎么文斗啊, 那么这些走子派就是资产阶级, 就是敌人啊, 用现在话来就是共产党啊, 那共产党就得跟他武斗啊, 对不对, 你得上街, 你得推翻的, 共产党一天就不能呆, 不灭共什么事都完, 这是什么思维的这都是, 单向思维, 极端的思维, 就是你唯我独阁, 唯我独左, 这种脚屎棍的思维, 你灭的了吗你, 再说你现在跟那共产党硬着干, 人家动用核武器了怎么办, 两败俱伤了, 所以说人家程晓农说的很好, 你听听去, 那核武器是不能动的, 动完了就扯淡了你, 你革命干嘛, 你推翻中共干嘛, 你不想让老百姓够好日子吗, 老百姓怎么完了, 地球都完了, 你想想, 我就讨厌那种极端思维, 懂得什么你, 你说共产党是得灭, 是不好, 你跟我说说共产党怎么不好了, 是他杀人, 他杀多少人, 首先共产党是杀自己人, 你想吗, 共产党他杀人, 他首先沾满的是共产党的自己的先学, 你去看看去, 什么AB团, 什么复天事件, 对不对, 你想到延安, 他也一样啊, 王岸大妹也是一样啊, 他杀这个高级官员, 他马上说那都是走资派, 什么刘少奇, 什么林彪, 那各个的都是共产党高级官员, 他不都给干掉了吗, 你对共产党理解, 你根本就不及格, 你刚才说共产党, 共产党是恶, 怎么恶, 这是第一, 是他怎么恶, 你知道吗, 第二,他恶, 你怎么让他不恶, 比如说你说灭党, 你怎么灭, 你在美国是随便骂共产党, 你越骂还有人越跟钱呢, 你骂你回去骂不, 你试试去, 我就在国内, 我就是, 我是七十, 七十岁出来的, 因为我在七十年以前我骂不骂, 所以骂就是批判, 全国的党效果, 挨着给他们讲课, 你可以看我的录音, 他们就说你在国内, 你怎么不说, 谁说不说了, 我说你不知道, 真的, 下面请天使的邢吉平, 举手半天了, 请开麦, 请说, 天使, 叫我说这个农场小哥, 还是蚂蚁帮的文化, 你问问美国人有没有, 灭共的想法, 对吧, 你是在国内吗, 十四亿人, 你曾经说情怀, 什么叫情怀, 你心里有十四亿老百姓吗, 有这个国家吗, 你拿什么灭共啊, 就像这周老师说的, 你这个反对, 共产党, 我支持, 但是, 像什么反共灭共, 就是口怕, 你闪明了态度, 就可以了, 知道吗, 别的, 你, 所有中美的事, 国际上的事, 咱们老百姓, 都是吃瓜的, 你的瓜可能都吃不少, 就这么没事,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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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请那个, 农场小哥, 请讲, OK, 首先, 我先问一下, 可能两位, 请你们不要靠帽, 一个说我是脚石棍, 一个说我是蚂蚁, 实际上, 你这样, 人人攻击根本没有必要, 也非常令人不堪, 我说的面目是前提, 我没说我一个人就能灭了共, 这是我先说明, 我本人也非常有限, 每个人也非常有限, 对吧, 至于说美国, 它能不能灭了共, 大家, 刚才也说了, 刚才周老师也说了, 中共已经是个僵尸, 为什么是这个僵尸, 就是因为这种体制, 已经俗化, 堕罗不堪了, 你说它, 它诈尸, 它有那个胆量吗, 是, 它有这种可能性, 实际上, 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美国也有它自己的战略, 它也是现在开启了龙战, 能不能热战呢, 它现在在做准备, 它绝对可以灭得了共, 这几年, 第二点,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好比说, 一个人, 他出车祸, 车祸受了, 车祸重伤非常严重, 必须要截肢, 可是这个家人说, 不要截肢, 不要截肢, 但是, 那个什么, 我不想让他残肥, 可是不截肢, 这个人就要死去, 对吧, 中国就是这位受车祸的, 这位商员, 该截肢就是要截肢, 截肢的时候肯定会有, 这些重常的组织, 要损失掉, 可是这就是所谓的代价, 包括想到年二战时候, 灭日本的两个原子弹, 也是这样, 谁愿意放那两个原子弹呢? 这历史有偶然也有必然, 而且我们讨论的时候一定要, 把大家放到一个平台上, 不要冲骨, 什么, 嚼食柜啊, 大蚂蚁啊, 又是鸡索啊, 扣这个帽子没有用, 周老师说, 中共杀的中共人多, 你还是教这个社会学的, 刚66年死的那些饥饿的人, 就好几千万, 那是最普通的农民啊, 你这是, 往不迟迟, 在这胡说八道, 那死的人是不是中国人啊, 那农民不是中国人啊, 你是说共产党死的比, 呃, 这个老百姓还多, 我说共产党杀了不少共产党, 你可注意, 我是说我没有说, 杀的共产党比老百姓多, 谁说这个话了, 我哪句话说的, 共产党杀的, 呃, 杀的共产党比, 死的老百姓多了, 我, 我说这句话了吗? 那是他, 也外的一个部分, 这是共产证明了, 这是一个邪恼组织, 他没有存在的任何一种可能性, 而且没有这种, 他没有存在的可能性, 你这句话就是糊话, 他存在了一百年了, 呃, 光了四九年, 他就存在了七十一年了, 你干什么, 他存在没有可能性, 你这不是胡话吗? 你这不是真的要说虾话吗? 他存在了七十, 存在了七十一年了, 你干什么, 他存在没有可能性? 改良没有可能性, 我这样说你同意吗? 不同意, 改良他们没有可能性, 革命他们没有可能性, 你给我革命一个试试去, 瞎什么的假革命, 好, 像我, 你革命一个我试试去, 还没革命, 咱然共产党就给你干掉了, 给你抓起来了你, 是, 尤其你在美国, 你不能煽动, 你不能煽动, 你不能煽动国内的人去革命去, 什么叫我替共产党威胁? 共产党有核弹是我, 是我让他造的, 核弹他们能够造成大弓杀伤的武器, 那是我威胁啊, 你有没有思维啊你, 你听不懂人话啊你, 一脑子降的, 还说人给你扣帽子, 谁给你扣帽子了, 我只是表达, 龙小哥, 龙小哥, 龙小哥你也停一下啊, 我想让DJ说两句, DJ你那个, 你刚才要问问题, 你继续, 诶, 周老师, 那个, 周老师, 都稍微, 稍微先往, 我问一个问题啊, 刚才您说, 就是这个共产党, 这种国家, 就是这种社会人的国家, 它是不会脆断的, 那我, 我看一下, 比如说像这个八九年, 当然也发生了很多事儿, 就是网加利亚, 和这个, 和这个, 这个齐奥塞斯库, 他们那个罗马利亚, 都是脆断的, 而且转过年, 再转过九个一年, 这个苏联, 基本也是属于一个脆断的, 这么一个情况, 那我们, 那像您刚才说的是, 中国不可能发生那种脆断, 要通过教育, 先把大家的民智先起来, 就不是, 不是说民智起来, 要把大家的思想先统一到一个, 这个民主的这么一个概念上, 大家知道什么叫民主, 也就是说先有这个, 政治民主化, 才可能有这种, 军队国家化这种概念, 但如果这样的话, 大家, 就是我想问周老, 一个问题, 就是中国共产党, 它不是一个普通的组织, 就我们在说这个问题的时候, 它也在研究, 之前那些受给国家, 它主动瓦解的这个事实, 它反过来, 会对中国国内这些老百姓, 进行洗脑, 进行精神的控制, 而这个时候, 它不会说自己, 从内部产生这种, 瓦解的症状, 而且在中国来说, 我说的是事实, 在中国大陆来说, 有百分之多少的人, 是不支持共产党瓦解的, 有百分之多少人支持共产党, 这是一个事实, 那我就想问周老师, 就是您说的通过教育也好, 通过什么也好, 来实现这种, 这种民主的进程, 来实现这种所谓的改革, 改良这种进程, 那您是, 就是怎么是一个设想, 它会自己发生这种改变吗? 还有通过, 就是您在之前做的节目里说过, 说真正要共产党改革的力量是在美国, 而不是说在这个人在美国, 而是西方那种势力, 去会促成它这种改革的这种竞争的发展, 您对这个, 对, 你说的很对, 就是说我们社会学一个基本理论, 我再重一遍, 叫社会互动, 互动的意思就是说有体制内, 体制内还有两派呢, 体制内也有所谓的党内民主派, 也有党内的所谓的顽固派, 所以有一句话叫党外无党帝王思想, 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党内的民主派或者说健康的力量, 现在以蔡霞为一个这个标准人物, 人家蔡霞在中央党校工作了好几十年, 他爷爷就是党, 他爷爷就是老红军, 他就是一个党内的健康力量, 这种人还有, 蔡霞现在是比较, 这个等于说比较知名度比较高, 所以说这个国内也一样, 他们说国内你在国内的时候你怎么不讲, 我在国内我天天讲, 你知道吗你, 你去问问那听过我课的人, 怎么也得有几十万或者百万呢, 你去问问去啊, 你去问问老周讲的什么呀, 老周讲的是, 这给共产党的骨子毛粉吗, 自个儿不知道, 自个儿唯我独阁, 唯我独行, 连你在国外, 你连锅片子你都认不着, 你都认不出来你, 所以有一个那个, 有一句话吗, 说在海外, 比如说美国是个自由的一个, 基本上一个自由世界, 自由世界居然让郭片子在这折腾了三四年, 对不对, 完了, 你郭片子你们都失灭不了, 你们回国还想把这个共产党那个啊, 什么什么反党灭党了, 他不开玩笑吗你, 但郭文贵也确实也蹦不了几天了, 秋后的蚂蚱蹦不了几天了, 对不对, 那个班农, 班农我不认识啊, 但是班农呢也是跟郭文贵在一块, 我就认为人以类聚物以群僧, 臭味相投, 他怎么相投我不知道, 因为我不了解这个, 这个班农, 这么回事吗, 在国外一口一个, 呃, 这个什么比如说什么, 就是郭文贵搞这些诈骗, 有组织诈骗, 大规模有组织诈骗, 你就认识不到, 就你这水边, 你还是农场小哥吧, 我听说好像郭文贵有一个计划, 就是搞农场, 又不怎么怎么的, 那不就是有组织诈骗吗, 你连郭文贵的面目, 你都不知道, 你还动不动, 就反党, 就灭党吧你, 你吹吧你, 你自个什么自, 叫自我, 什么意思, 叫自我, 为中心, 或者叫自恋, 好多的反党都是自恋, 不, 用这个, 用这个, 用这个汽油剂的话, 撒风尿罩了, 看你长的什么德行, 就你们这帮人还反党呢, 还, 还灭党呢, 别跟我这说, 就是那唯我独阁, 唯我独左, 自恋情节, 开玩笑解这是, 在这叫喊口号, 我得灭党, 我得, 我得, 我得组织那个什么干涉, 是不是, 这种人, 革命, 不是改良为什么失败啊, 我一再说, 就是因为你们这些激进派, 在这, 在这他们搅和, 对不对, 那是, 那是, 这个天使举手了, 天使之娘啊, 那个, 是这样, 我们先啊, 认清一个常识, 什么常识? 中美俄, 不, 不允许, 也不可能, 发生, 核, 合战争。 那是, 说起实在话, 周老师, 刚才说了, 就是, 如果中共的核待就能灭掉全世界,你想這麼做嗎? 還有,我再舉一個例子,共產黨49年前也說的是法治民主自由, 最後怎麼樣?把國民黨打跑了,法治民主在哪? 這不就是一個郭文貴嗎?好好想想吧,某爾。 好,感謝天使,下面請農場小科,農場小科舉手,農場小科請講。 首先,我覺得周老師已經喪失理智了,你這完全不符合一個知識分子對基本的要求, 有點破口大罵,好像一個破腹一樣,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蘇聯也適合大國,蘇聯怎樣滅人? 所以說,中共就跟你說一個僵屍,它脆弹是分別娘娘的事情。 這樣,是如何不斷?是在什麼情況下脆弹?是在外部的壓力極大的情況下脆弹? 美國也在做兩手準備,在醫學上有這些點,就是做最壞的打算,最好的準備。 中共不堪一擊,至於他怎樣倒台,只有上帝才能給答案,誰都給的答案,包括川普。 這是第一點。第二點,還是,還是,這位所謂的周老師,你剛才都沒有回答DJ的這個問題,因為你回答不了。 第三點,我就是說一下,這個天使停機停,我,包括這位所謂的周老師,我沒有提倡熱戰,不要扣帽子。 首先,現在事態已經明朗了,美國徹底的清醒了。 正是因為,給了中共四十多年的時間,包括美國犯的這些戰略錯,從四五年到現在。 所以美國徹底的清醒了。所謂的徹底主義,公平說你這個所謂的改良,簡直是扯淡的陰性。 我認為啊,就是,我認為現在你說革命,我認為革命就是扯淡。 周老師,讓那個農場角度說完,農場角度你說話快一點。 必須犯規了,OK。就這樣,反共滅共是一個前提。 我沒有說我要派什麼突擊隊,派什麼。我剛才已經說了,怕停個人根本就不行。 必須靠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人家,聯合起來。 包括,你們這個,包括天使基金庭也說滅了共怎麼辦。 我也給答案了,就是中小中一百多年的說這個三目論,聯合國共管。 包括日本二戰後的那種模式。 所以不要用這個來恐嚇別人。 共產黨一貫都有這個,一個是什麼和打國,另一個就是什麼中共倒台, 國內肯定要亂。現在還不夠亂嗎?你們有沒有良心啊? OK,謝謝。 還有一句話,就是,就是,就是,還有一句話,還有一句話。 他剛才有說這個什麼蘇聯就,就,就,俄國就改了。 俄國實際上是這種共產集權,或者叫獨裁集權這種東西, 叫百租之蟲,四二不僵,現在普京也是個半拿集權主義者。 你說蘇聯就變了,沒有完全變。 人家蘇聯,據說那普京還想終身制呢,他還一直來。 因為他的前提,他都說的不對。 什麼共管,把中國給分裂,完了國際共管。 這不是說胡話呢嗎? 蘇共是怎麼倒台的? 蘇共怎麼倒台的?蘇共倒台,蘇共,蘇共怎麼倒台的? 蘇共倒了嗎?現在蘇共這種集權,他沒有完全倒。 普京,我跟你說的,他是半拿集權主義者。 再半拿集權主義者, 比那個以前的蘇聯好得多,好得,太多,太多。 你從第一,我從第二,好吧? 跟這一個郭騙子就滅共了。 千萬不要人身攻擊,我承認我犯過仇,人都是在透露。 什麼叫人身攻擊啊?郭騙子的事實,實事求是。 他就是個騙子,我說他是騙子,我就人身攻擊了。 什麼概念啊?什麼腦子呀?聽不懂人家話? 沒有,沒有,這是誤解啊。 那個誰,那個,互相的冷靜一下。 郭文貴是個騙子,這是個事實。 你問問,是我一直這麼說他的嗎? 郭文貴,沒有說你啊。 真是。 那個,看看,那個,農場小哥有沒有什麼在心,有心意的一些想法。 重複發展,你不說吧,農場小哥。 是這樣,首先,個人農民都非常有錢,我們現在是討論觀點。 而且我們推翻中共,是推翻這個制度,不是推翻某一個人。 對吧? 剛才說,所謂的太霞,他屬於什麼變形化人物。 對於他怎麼樣,我們還要繼續觀察。 他這些關聯我非常贊同,他的關聯我也不贊同。 可是,所謂的改良派,絕對是站在中共的立場上。 不是站在十四億老百姓的立場上。 他們也連極左派也做不到。 尤其是作為您,周老師,講社會學這麼多年。 年齡又這麼大,經歷過這個反右文革六四。 現在還說所謂的改良,你現在還在美國,還在替中共土質毛粉,還改良。 一個大師學修課的病人,你不切割就要死亡的人。 你還,你輕易和看呢。 OK,謝謝。 那個類似的話,農場小哥就不要再重複了,說話一遍了。 請郭老師說一下,郭老師,咱們時間也快到了。 郭老師先講。 對,就是這種淺薄的,這種極端的思維,是一個大問題。 比如說這人已經得了重病了,他怎麼得的? 他從小就缺乏良好的家教。 他就是在一個權威型的家庭中生長出來的。 他又趕上,可能是,你像我趕上文革了,但是文革的時候我高中畢業了。 還有好多初中沒畢業的,小學沒畢業的。 所以文革對中國的損害極大。 他給你不是習近平,習近平為什麼這樣啊? 他不就是因為66年年,他是小學六年級嗎? 完了就給他轟農村去了。 這個責任當然不是他的呀。 他沒有受過良好的基礎教育。 所以他的基礎知識有嚴重的漏洞。 後來一壓迫就當了頭了。 我們叫權力是腐蝕記。 絕對的權力是絕對的腐蝕。 他剛上台的時候,很多人對他抱有希望啊。 因為他爸爸是一好人啊。 而且是一個廣東省,主政廣東省嘛。 廣東省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應該說前沿的省。 而且他爸爸也平反過冤家錯案。 比如說習仲勳同志,就是親自給宮小夏平反的主持人。 當時趙紫陽在廣東,這個當省委書記。 已經把宮小夏那個所謂17歲,他就是一個訪命集團,叫黎哲嘛。 給他們平了。 平了,但是這個趙紫陽就掉到四川去了。 完了,習仲勳就接任了這個趙紫陽,出任廣東省的一把手。 完了,這個習仲勳到主政廣東的第一個會,就是給宮小夏他們這批人。 我估計可能得有十來個吧。 但是宮小夏是那個年齡最小的一個,叫反共病集團吧。 也給他們平反了,也給他們安排工作了。 當時呢,習仲勳就問,你宮小夏你最後一個,你最年輕,年齡最小。 平反是組織上的決定,徹底平反。 但是安排工作呢,是趙紫陽沒有來得及,他就掉走了。 這麼回事嗎?我跟他們講歷史事實,無知,什麼都不知道,就開罵,就革命了你。 你跟著,跟著郭文貴,你能革得了命嗎你? 就跟有好多人入黨似的。 我沒有入過黨,他們老說我是入黨,我沒有入過黨。 我也沒入過隊,我也沒入過團,我也沒入過黨。 我怎麼就成了什麼大外宣了? 不都是污泥濁水嗎? 這不是自己的陰暗心理,唯我讀閣,唯我讀左。 這是心態不對,我跟你講。 從小沒有受過良好的教育,我告訴你。 這叫扣帽子嗎?這叫事實。 郭文貴是個騙子,那是個事實。 他在這已經騙了三五年了。 這扣帽子了。 請聽平說幾句,快結束了。 你總結一下,把你想說的說完。 這個什麼美國覺醒啊,美國想滅共了,等等等等。 還有,你了解國內老百姓的想法嗎? 大家都知道,苦共已久。 但是,你有親人沒有? 你有這個,在國內的親人沒有? 想過他們的想法嗎? 唉呀,把我說笑了。 好,天使有沒有話,請盡快。 聽得出完沒。 好,下面把時間交給農場小歌, 最後一次發言了。 農場小歌,請簡短。 重複的話,不要再說了。 農場小歌,請講。 這樣,如果中國大陸開放,說大家有公平的這個環境,公平的平台,讓他表達觀點,大家可以看一下結果。 中共他敢嗎?他不敢。 這第一點。第二點,看下台灣。 大家,剛才周老師還沒有回答DJ的問題。 你怎樣敢呀?你也回答不了,你也不敢回答。 因為你這個根本就不成立。 大家看一下台灣。 台灣重視由於這些尖頭運動,重視由於民進黨的抗爭。 包括在美國打了這些。 我要打多一點,現在中國老百姓要像香港人一樣抗爭嗎? 那要死多少人?中國現在情況是不允許的吧? 國內革命。我沒有提倡兩個。而且你們在這扣帽,我沒有提倡革命。 千萬不要把我抄極端的那幫人那裡邊推。 我已經表達我的立場,我們要堅決地站在美國。 美國現在已經徹底認清了。 而且美國知道世界的貨源在中共。 至於他們是要不要滅共,還是只是為了美國的利益,大家看得好。 我的觀點是美國是要滅共,而且已經下了非常大的本錢。 正是因為這是川普的責任。 這是我的理解。 我剛才那位查罷了,我還沒有說完這個台灣。 大家看一下台灣。 台灣如果按照周老師這個觀點,改良到什麼時候台灣才能像現在這個樣子。 台灣是最早的,中華民國是最早的這個亞洲美主國家。 而且是現在最重的和平轉型。 這是最好的期待,這是我最好的期待。 至於熱戰有沒有可能也有可能。 就好比說我剛才已經說只有上帝能給答案。 美國也體認到中國也是核大國。 就跟周老師說要詐實。 可是他敢嗎? 大家知道他們在瑞士有幾百億啊。 他們的親人也在美國啊。 這個天使廳已經說我在大陸有家人。 我當然有家人了。 我重視因為我為我的家人,為我國內的親友。 我才這樣的。 這也是我的情懷。 每個人都有情懷。 你有你不敢說。 或者說你沒有體認到。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有這個平台。 要不我們吃好食物天天去喝茶喝酒。 隨便也瞎聊天。 睡夜已經好好了。 對吧? 好的,我再總結一句。 我覺得現在中國包括世界已經站在一個十字路口上。 是朝左轉朝右轉。 沒有中間道路了。 沒有所謂的改良。 所謂所有的改良已經沒有前提和條件了。 都在八九年那一次已經徹底地垮掉了。 所以說我們只有齊心協力把喚醒更多的民眾。 不管你是最低級的一個討飯的、一個大餐館的還是最高級的教書的。 你們都有責任。 有條件。 有能力。 發揮各個的力量。 你不可能你學富蠻族你就七五十八道。 有本事的人做惡。 他的惡更惡。 他做的惡。 農量更大。 所以請周老師不要瞧不起普通的老百姓。 至於我的家教。 我父親是做中法的。 而且是所謂的老革命。 我母親是個醫生。 我的家教非常好。 你不要在這,在這怎麼說呢? 胡說八道好吧。 在美國其實大家都是聽懂的。 你貴於總統也好。 你這個討伐也好。 你這個討伐也好。 都有說話的權利。 都有去感化別人的權利。 可是有的人你學富台斗。 學富車斗。 可是你的良心壞了。 也是狗屎。 人渣。 就像郭文貴他也非常有才華。 他的口臺非常好。 可是他現在在騙人。 騙錢。 而且他是惡中之惡。 他就利用人的同情心。 沒有人這種美好的願望。 所謂的情懷。 來搞欺騙。 這是惡中之惡。 罪中之罪。 是惡不赦。 OK。 謝謝。 我再插一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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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想說你至少需要一個內部和外部的原因。 第一就是你外部你至少要國際上都已經有一個完全的共識了。 第二就是內業。 你內業一定要保證你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 不是工業。 不是房地產。 你當農業崩潰。 老百姓餓肚子的時候誰都會覺醒。 就這麼簡單。 不是說誰宣傳滅共不滅共。 你餓肚子你不知道嗎? 就這麼簡單。 你到了那一天。 人人都是反共鬥子。 用我們嗎? 用我用你。 不就這麼簡單點事嗎? 你現在來講。 最實際的無非就是說。 無非就是說。 你就是。 你這種就是。 以嘴的形式來宣傳一些。 就是說讓老百姓稍微能覺醒一點。 能稍微能理解一點民主。 這種東西是比較好的。 如果你只聽了他嘴上那種反共滅共。 就是反共還可以。 這完全就是一口碰。 我沒有辦法。 做不了熱騰。 我只是一個普通老百姓。 我不是美國總統。 我手裡邊更沒有軍隊。 就是這麼簡單。 我能做什麼? 他東西信了嗎? 只幾個傻。 我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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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不能買瓶關注。 不是這麼簡單嗎? 一萬錢誰給我。 我自己買啊。 這個我。 我再給你插一句啊。 我再給你插一句啊。 你比如說炸屎這種事。 炸屎這種事是形容詞。 就是說他動用核武器。 他為什麼動用? 沒有這問題。 你想炸屎。 他為什麼炸屎? 炸屎是一種現象。 有人說他基本上屬於一個自然的現象。 所以就沒有這個問題。 他為什麼炸屎啊? 這叫偽問題。 不是說給你扣帽子。 你思維都不清楚。 改良都失敗了。 誰說改良失敗了? 完了又是, 比如又說俄羅斯一脆斷。 他脆斷, 他沒斷成。 他現在還是半個集權的。 他還改良為什麼失敗了? 改良為什麼失敗? 就是因為有這些自戀情節非常厲害的。 就是唯我獨格,唯我獨尊這種人。 淺薄的這種人。 那你不去台灣嗎? 你為什麼不去台灣? 台灣怎麼了? 台灣是四六年有憲法。 你知道嗎? 台灣人家是, 人家原來從蔣氏開始就是軍政, 殉政, 憲政。 而且台灣那個, 四六年憲法不做。 他哪來的? 他是人家, 這個大清朝慈禧, 就有一個所謂親定憲法。 完了呢, 這個中華民國城裡有一個宋教人, 那時候搞法學的一個鼻祖。 完了, 人家台灣四六年搞憲法的時候也有幾個人。 人家怎麼過來的? 對不對? 台灣怎麼過來的? 台灣就改良過來了。 中國國民黨他有革命派, 包括我們共產黨裡的也有。 對不對? 他有兩派嗎? 你像你不是蔡霞, 人家就是黨內的民主派, 你知道吧? 黨內也有提進的, 比如主張抄架和鎮壓的, 比如李鵬什麼這樣的人。 黨他不是一個黨, 美國也一樣, 美國有兩黨。 而且我來到美國兩年半, 我就發現美國有大問題, 比如說一個人死了, 他就三百多個城市打打搶燒, 你知道嗎? 這就是他毛病。 你想, 你以為美國呢? 美國是個, 是一個, 就是美利坚合成國, 但是美利坚合成國, 他分裂的很厲害, 尤其現在民主黨。 凡是川普的這個, 這叫逢川必反, 這就跟那個, 跟那個這個, 反對改良一些, 你只要你是改良, 他就煩, 因為他唯我獨格呀, 唯我獨尊啊, 他革命啊, 他, 你得想想, 他就把革命當成政治正確了, 比如你在美國, 你批評黑人, 一般不行。 實際上, 這個, 美國這些年, 你看看, 動不動, 他就接頭, 他就開始暴政, 他就打砸搶燒, 而且多年以前, 洛杉磯就有, 今年也有啊, 據說最近又有了, 警察過渡施暴, 引出來, 這些所謂的暴民, 或者叫, 就開始打砸搶燒, 這都是犯罪分子, 這都是犯罪行為, 美國就是那麼好嗎? 對, 再說, 美國以前那幾個總統, 搞的是和平演變, 搞的是接觸, 讓你中國有了錢, 讓你受了教育, 到美國來的, 來的學生, 有好幾十萬的, 你不是你到台灣去看看去, 那些民進黨的那些主要成員, 基本都留不學, 你怎麼不知道這事啊? 對不對? 好, 下面請DJ, DJ你來說幾句, 咱快結束了啊, 請盡量簡短, 好的, 我盡量簡短, 我快速的說幾句, 我就是想說什麼的, 蓬佩奧先生前幾天在那個, 美國演講的時候, 他就是非常明確的說了, 他說解決中國問題, 需要中國人自己站起來, 並且他讓王丹先生在那個, 座位上站起來跟大家, 做了一個, 做了一個這個, 這個什麼吧, 表示吧, 然後實際上這是非常大的榮譽, 他代表什麼, 他代表解決中國問題, 真的要需要中國人自己站起來, 大家想一個問題, 現在中國人還真的站起來了, 現在中國人內部站不起來, 唯一站起來一個, 是郭文貴這兩年站起來, 他看到什麼, 就一詐騙極端, 就是一片子, 就是一個樹棍, 就這麼一個玩意兒, 他站起來了, 然後我想說什麼, 就是中國人他為什麼, 這些年為什麼站不起來, 大家要知道現在這樣, 我們都知道, 支持香港, 這些香港的抗爭, 實際上在八九年的時候, 香港人是支持北京人在抗爭的, 你們知道嗎, 他的發言人說, 北京所有老百姓都在大街上, 去組織這些軍車, 但是第二次開箱, 第二次進來了, 第一次進北京的時候, 這些老百姓都在馬路上, 把這些軍車給勸走啊, 當然有徐七天那個上, 這個將軍把他的部隊撤走啊, 這是一個問題, 就是當時北京是有這種傳統的, 他是有這種民主的這種概念的, 他是有一種抗爭精神的, 周老百姓說的一句話絕對是對的, 他說什麼, 他說向後看就是向前進, 這個也說, 這沒方便, 我們只要回到那個時候, 我們就覺得比現在要幸福的多, 但是現在為什麼回不到那個時候, 現在為什麼不可能回到那個時候, 大家想一想, 就剛才大個兒也說了, 沒問題, 就是說, 你真正的事情進展到那一步的話, 老百姓沒飯吃了, 他一定會站出來, 反對的, 但是我們真的要等到那一天嗎, 真的要等到沒飯吃, 如果死很多人的時候, 再等到反對嗎, 這是大家要思考的問題, 今天這個節目的主題就是, 我們要說一說, 是不是大家有些食物特務, 我想大家自己心裡有一個平凡的, 但是我想說一個什麼問題, 我最後一次在鳳凰節目上再說, 我跟什麼時候, 我跟所有自媒體的人說, 跟所有的這些名譽說, 你們做什麼事, 吃狗糧也好, 或者幹什麼也好, 無所謂, 這個無所謂的, 吃狗糧的生計也好, 無所謂, 但是你記住一點, 吃狗糧的時候, 做任何事都你想相信自己是一個人, 你問著自己的良心, 摸著自己的良心, 說話就OK了, 辦事就OK了, 只是你辦的事, 考慣自己的良心, 你覺得是正確的, 你直接做就行了, 然後再有一點就是說, 大家不要隨便去扣棒, 我們不想張口就說, 這個周老師是大騙子, 是拉外圈, 你現在說這話的時候, 不就跟那個中共說, 許良論嫖娼一樣嗎, 你要拿證據說出來, 拿什麼去跟這個當事人去爭辯, 去論出一個, 我們看現在這個聊天房, 這個做節目, 趕著聊天這個, 就分兩派, 一派又支持那個, 農場小哥的, 一派又支持周老師, 在這兒我們都統一不了, 你還統一什麼, 你還回國什麼搞什麼那樣, 就是, 來說一句真的, 周老師說改革派也好, 或者這個, 農場小哥說的這個反共派也好, 他們都有他們的道理, 我這兩頭我說之外, 我覺得這兩頭都有一定的問題, 但是我誰都不知道, 我不是講渾水, 就是我自己來講一下小話, 但是說, 你說什麼的問題, 大家做, 認為自己, 認為正確的事, 就行了, 心裡邊有自己的家人, 有想著中國大陸的那些百姓, 做這些事就OK了, 然後具體什麼, 客戶什麼, 那不是咱們關心的問題, 你就好好的做你的事, 宣傳這些東西, 從你自己的孩子過去, 讓他們有一個民主的意識, 這個國家, 這個世界就會改變, 我就說這麼多, 謝謝。 提醒我問一下, 您認為周老師是大外宣嗎? 回答一下。 我認為周老師不是大外宣, 但是周老師是這樣, 我在我那一節目里外也說了, 周老師他是從那個年代過來的, 他這個內心當中, 或者思維當中, 他有一些固定的城市, 當然我不是說周老師, 他這個腐朽活動, 他是有一個固定的城市, 而這固定的城市, 他考慮的問題可能比我們普通老百姓, 就沒有學過社會學的, 他考慮的更多, 更全面, 但是, 在這個, 剛才您長想說的也對, 就是, 而且剛才我問的問題是一樣, 在這個環境下, 在這個整個的現在這個格局下, 而且又是這個, 現在這個清風帝當政的這個時間段, 他不可能自己改變, 就是他這個企業不可能形成這種變革, 改革的這種形式, 他跟八九年不一樣, 八九年那會兒有這個趙紫陽, 有爆童, 有這些人, 但是那些學生, 你說他, 他真的證明了嗎? 現在一看, 如果他們當時不納, 差不多就撤走的話, 現在中國可能已經完全另外一幅天氣了, 至少你現在跟月代似的吧, 對吧? 但是現在搞成這個地步, 那賴誰呢? 為什麼這麼多年沒有人站出來? 就是搞革命的也好, 你說, 就, 就, 說不搞, 不說革命, 就說你搞這種運動也好, 一定要是年輕人的提起, 是年輕人帶領吧, 但是這裡邊可能一些精神人物, 這些領導人可能是年紀歲度大一點, 但是主力一定是年輕人, 但是就因為八九六四那個事兒, 發生之後, 大家看看現在年輕人還有嗎? 他們都在打遊戲, 他們都在上網, 他們都在玩各種各樣的東西, 他站不出來了, 而且他哪怕有人能站出來, 他的父母經過那個年代, 他就跟他說, 你別站出來, 你站出來, 我們家就要怎麼怎麼, 這是一個過程, 這就是這麼一個現實, 所以大家看到就是這種情況, 這是我要說的, 謝謝。 好, 我問那個農場小哥一個問題啊, 呃, 以後的話, 如果還有機會, 你願意和周老師再做一次辯論嗎? 前提就是, 呃, 不要互相人身攻擊, 還是說, 你希望周老師這樣的人, 馬上閉嘴, 就是他說話就是有害的, 還是說, 可以讓他說話, 然後繼續地和他辯論, 我想聽一些你的看法, 簡短的回答我就可以。 農場小哥在嗎? 開慢。 喂, 喂, 首先非常感謝你們這個平臺, 非常好, 大家會非常榮幸接受你的邀請, 我當然不反對周老師繼續發生, 首先, 首先要平和, 不要人身攻擊, 不管是韓上市人也好, 還是公開的扣帽, 我沒有說要革命, 沒有說要提倡熱戰, 這都是不要在這裡故意抹回, 這是一點, 第二點呢, 我為大家大個兒, 我覺得大個兒非常, 怎麼說呢, 中國人被洗腦的, 包括我自己都是這樣, 非黑幾百, 包括周老師好多亂靈都是這樣, 非黑幾百, 實際上這個世界是奇才的, 所以說不可能每個人都餓了, 才起來造反, 好, 那個, 農場小哥盡量減短, 我們時間, 好, 第三點呢, 就是說個人和國家的關係, 大家看一下這個, 蘇聯的葉利欽, 看一下李東輝, 看一下這個, 蔣軍國, 我也希望中國也出現這樣一個人物, 第三點就是說, 國家和包括我們每個人的作用吧, 其實每個人都在發揮他自己的作用, 不管你是重的還是負的, 是好的還是壞的, 的確剛才說的非常好, 你們先自問一下, 為了你自己的未來, 為了你的孩子的未來, 為了你的良心, OK, 好, 謝謝, 我非常感謝你的邀請, 我希望有機會再跟周老師來演了, 謝謝, 好, 行了, 好, 感謝能唱小哥, 好, 下面我把時間交給周老師, 周老師, 您做最後一次發言, 咱們就結束了, 對, 有人說我是, 有人說我是大外宣, 什麼叫外宣, 對外宣傳, 實際上, 我比大外宣還大, 或者叫大大外宣, 或者叫超級外宣, 因為我在人民大學就講課30年, 我最多的一年, 我講課400場, 所謂一場就是三個小時, 四節課, 每節課45分鐘, 所以一場就是意味著是三個小時, 四節課, 我那一年我講了400場, 全國各地, 幾乎黨校我都去過, 我的講課完全是自願的, 沒有任何人給我一提綱, 或者給我受益, 說你今天講課你講什麼呀, 從來沒有過, 我在人民大學講課也一樣, 沒有任何人啊, 這個給我一個, 比如教學大綱, 或者我出題啊, 我考我講完課, 我得出題啊, 我得給打分啊, 那出題就是我自己出的, 完了我自己拍分, 什麼標準我自己定, 所以他們老說中國沒有自由, 我說我在人民大學講課30周年, 我是徹底的自由, 我比美國還自由呢, 你在美國大學有這事嗎, 沒有人管過我, 我完全就是自覺, 所以我講的這個30年課, 完全就是自己講, 我, 我, 你要說我是什麼特工, 沒有, 我從來沒有領導, 我最多我上小學中學, 我大學, 大學都沒有, 上小學中學有班主任, 這個有, 那當然了, 你是一學生, 他可不有班主任嗎, 所以說這麼回事, 所以有人說我是大外宣, 那就是, 等於說概念不清, 我也不能說給人扣帽子, 基本概念不清, 思維混亂, 你要說我是大外宣, 我是超級外宣, 我到現在為什麼要辦這自媒體呢, 還是, 我不能說宣傳, 應該說傳播, 因為宣傳這詞是基斯勒的詞, 我沒有說要宣傳, 我是傳播, 包括你們這個故事會, 也是傳播, 而且你們的傳播, 也是你們自由的, 自願的, 你們什麼主題, 你們請什麼人, 所以說, 在這個美國是個自由世界, 比咱們中國當然自由多了, 但是美國有問題, 特別是他這個所謂民主, 民主才有問題啊, 你想想, 他這個兩黨, 現在要競選, 還有, 據說還有, 可能還有兩月吧, 就選了, 不管誰能夠當選, 他有沒有, 你能看得出來他有問題, 比如我剛才講的這個, 有一個暴力, 警察施暴, 造成一個人死, 他就幾百個城市, 他就突然間就打砸搶燒, 這就是他們的問題, 還有, 他們這兩黨競爭, 是對的, 但有的是惡性競爭, 比如逢川必反, 這就是一個惡性競爭, 他們失去了, 一個實事求是的精神, 這就是民主世界的問題, 但人家的思路非常強, 就是他得修正, 他修正, 而中國不是, 中國現在呢, 他是倒退, 但是一反黨, 反黨反的是什麼, 反的是黨的那些錯誤, 或者說, 某些黨的幹部的, 幹成那些罪惡, 你不是鄧小平他開槍, 那他就叫反人類罪, 那鄧小平也幹過好事啊, 共產黨也是, 共產黨在中國成立了, 100年解放以後, 他71年, 共產黨幹了好多好事, 你不是人要反, 你不是胡小邦, 他平反冤假錯案, 冤假錯案是毛澤東幹的, 主要是毛澤東幹的, 但是人家胡小邦頂得多大壓力啊, 人家平反冤假錯案, 幾千万, 完了之后, 小平搞改开放, 比如小平会部高考, 这就是好事, 小平说开放好事, 小平到十三大以前, 从业了中央委员插合选举, 好事, 但是他插合选举, 他是每年5%, 完了每隔5年他可以增长, 往上增, 这就是改良的路子啊, 改良的路子, 中断了, 小平有没有责任, 当然有责任, 因为他是一把手, 但是学生有没有责任, 学生有责任啊, 因为学生你误判的你, 你急躁啊你, 你想一口吃上个胖子, 对对, 你们就不反思了, 说八九年改良就停止了, 停止了, 谁的责任, 小平第一位责任, 学生第二位责任, 从来我就没听说过这些学生好好的反思反思, 你们八九年你们为什么就误判啊, 你们不知道党内有所谓的张爱萍这种人, 有三十八年军长薰仙这种人, 你们听见人家的观点, 我跟他讲, 当时我听过他们的观点, 他们的水平绝对是高大, 不像你们所想象的似的, 我说你们就是革命革命, 唯我独尊, 唯我独阁, 那种所谓狂妄的那种劲头, 首先就是无知, 不知道你们确实你们不知道啊, 对不对, 不知道我们告诉你们啊, 周老师, 周老师, 我问你一下, 你还愿意和那个什么耐心一点, 以后就不, 我什么都愿意, 有人说你说话急, 因为我老讲课, 因为我讲课的人也挺多, 你看我们人民大学的大教室都得装好几百人, 当时也没有扩大器, 所以我有一个习惯, 这个习惯也可以说是恶习, 就说话声比较大, 而且说话比较急, 这是我的恶习, 我得慢慢改, 什么人我都愿意跟他辩论, 你不说郭文贵, 郭文贵虽然是个大骗子, 我也愿意跟他辩论, 就看他敢不敢, 但是你把你那一大骗子, 你们上当了, 你们好好想想, 因为每个人都上过当, 你们好好想想, 你们跟郭文贵, 你把一个中国的所谓的一个民主化, 或者说一个反极权反暴政的这个理想, 你就有一度, 你记错在郭文贵这个大骗子身上了, 大错特错, 你知道吧, 好好反思反思, 郭文贵骗人, 有他的问题, 你怎么就上当了, 所以我现在就跟那个谁做节目吗, 就是说这些党员是九千多万, 那么你们开始怎么就入党了, 如果党员, 劫大多人都是革命青年, 那你们怎么就入党了, 你们怎么就上当受骗了, 这是一个心路历程, 这就是我们当老师, 也研究这个问题, 所以你作为一个人, 你不要站出来就说, 我现在反党了, 你以前呢, 比如说刚才那个人, 他说他父亲好像也是老革命, 那你好好跟你父亲了解了解, 你父亲那时候怎么就参加革命了, 他参加革命有没有误判啊, 他有没有上当受变的感觉了, 你中国革命, 你革出什么来了, 你到了现在, 你不是还是皇上吗, 所以人家自众云讲的好吗, 上面还是慈禧, 底下还是一个团, 你想呀, 好, 那个, 感谢周老师哈, 我解释一下哈, 这个农场小哥也是第一次和周老师对谈, 农场小哥那个农场和郭文贵找的农场都不一样啊, 农场小哥的名字已经叫很长时间了, 人家自己有农场, 农场小哥自己是农场主, 所以叫农场小哥, 好, 江林, 我把时间交给Cursey, Cursey, 你来说一说哈, 我们快点做, Cursey, 先讲, 我就是, 我今天这个, 本来我们是DJ, 主角是DJ, 想和周老师有一些对话, 关于今天的主题, 其实是抓特务, 大外宣, 我们是这个主题, 现在变成了另外一个主题, 我觉得, 但是呢, 这种, 我觉得今天的这个, 谈话整个气氛特别好在哪呢, 因为我们都能够唱所欲言, 包括周老师, 农场小哥, 还有DJ, 我觉得, 我们都没有答案, 但是有一点, 我就想说两件事, 我觉得, 农场小哥说的有一点, 我认为不对啊, 第一就是, 农场小哥说, 就一点嘛, 第二, 就先不说, 就是说, 周老师你是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 说这些话的, 其实我觉得呢, 我们不应该这么说, 因为, 我认, 因为今天是抓特务, 还有什么扣帽子, 大外宣这种事, 我不认为, 如果, 我就想问说, 那个, 农场小哥, 你认不认为, 就是周老师是大外宣, 是个, 当排出来, 如果不是, 那周老师代表, 不是代表任何立场, 而是代表自己, 我是这么认为啊, 我可能, 就是农场小哥可能不同意, 但是我想把我的立场, 我想把我的观点说出来, 就是每个人在这个, 今天的这个谈话里面, 全是代表我们自己, 一人一票, 一个人, 就是一个声音, 一个观点, 并不是说, 谁想用我有资深, 我就能压你, 这本身就是一种, 有点小自卑的那种感觉, 就是, 所以, 如果说我们, 我不觉得谁, 农场小哥弱, 或者是那个周老师, 就是更有这种, 舒服性, 我希望每个人, 都抱着这个观点, 就是, 我们来是讨论问题, 没有答案, 但是最好的, 就是能够平心静气, 大家互相听, 其实我们在考虑一个问题, 就是怎么改变中国, 这个问题, 我们是讨论的是一个问题, 只不过不同的方法, 和平演变也好, 靠美国也好, 能不能靠成美国呢, 美国是谁呢, 靠川普, 川普下去呢, 四年以后呢, 所以这些都是问题, 我们就是说, 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 自己也在学习, 但是不要说, 你站在谁的立场, 或者说, 你是大外宣, 或者说, 我是激进派, 我就是革命, 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大可不必了, 所以, 我特别喜欢今天这些, 其实周老师以前跟我们讲过, 说咱们辩论都可以, 谈什么都可以, 我觉得今天其实是一个开始, 我特别喜欢今天的这种气氛, 和这种碰撞吧, 就是谢谢大家, 我说完了, 喂, 呃, 呃, 那, 那个, 农昌小哥, 不这样, 呃, 我简单, 我回应两句行吗, 嗯, 尽量简短啊, 因为已经结束了, 好, 是这样, 首先我不觉得周老师是大外宣, 可是, 刚才他自己承认了, 他比大外宣还大外宣, 第二呢, 我简单分享他的逻辑, 哎, 刚才用了两个笔记啊, 他说他在国内举办多少场, 多少自由, 这也多少少对于先生, 那个, 农昌小哥, 就是, 咱们不要对这个, 周老师现在拼头论足了, 我感觉就是, 那是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安排到下一次辩论, 你看行吗, 你可以谈谈你自己的看法, 不要对, 对对方进行评论, 好吗, 那这样就是说, 我回应一下, 他说, 在国内非常自由, 在美国不自由, 而且美国两党都坏这么坏, 他用了这两个比较的方法, 而且他背后又扣帽子, 这是一个, 我可能说的, 有点不当备, 刚才Persy给我指出, 如果我这样说的话, 我道歉了, 可是实际上的作用是, 如此作用, 还有就是, 说, 我说我话, 财源革命, 他为什么当中不是这样, 其实上可以反卖美国呀, 美国这四十多年, 那个什么, 那个, 农场角度, 咱们不用再继续这种, 这种, 不想解释了, 那有话呢, 可以留在下一场, 不着急, 好的, 好吗, 你说, 哎, 呃, 最后一分钟, 就是说, 其实, 他用这种类比, 就是说, 这种逻辑, 根本就不成立, 比如说, 美国当初四十多年, 你四十多年前, 你, 你, 那个, 我就, 农场小哥呢, 肯定还有很多事情呢, 要和周老师继续沟通, 谁也没有把谁收服, 而且我刚才已经确认了, 呃, 双方呢, 还是比较友善的, 还是有, 有准备的, 继续交流的, 我们会, 这个, 安排, 下一次机会呢, 让农场小哥和周老师呢, 继续做一次辩论, 这样好吧, 啊, 啊, 好, 那个, 农场小哥你要有自己的一些结论呢, 或者什么, 只要你不评论, 不继续评论周老师, 你可以继续, 好嘞, 呃, 呃, 首先, 非常感谢, 有这个平台, 刚才, 这些总结的, 非常好, 实际上, 我们就是在这个, 自由的环境下, 进行碰撞, 啊, 不管是正方, 还是反方, 还是, 中间方, 这个平台也是, 大家唱出语言嘛, 这是点, 第二点啊, 就是说, 我, 中国包括世界吧, 包括美国, 已经站在十字路口上, 大家都有各自的这个, 这个, 虽然你的财富, 地位不同, 可是都是平等的, 啊, 没有说你, 学十八斗, 你这个, 哎, 不要这么说了, 你要再这么说话, 好嘞, 好嘞,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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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大家一定要, 拼忽必带, 就是说, 发挥各自各自的, 期待, 下次节目中, 再讨论吧, 谢谢, 好, 感谢冬长小课, 我说一下, 首先, 我表个态度, 今天的这个, 气感是不错的, 这个, 似乎很好, 特别是我们的留言区, 今天都在刷屏, 很多, 很多朋友啊, 包括五福, 还有静的比方, 很多人啊, 夏日葵, 汤母猫, 沙漠玫瑰, 旧状也来了啊, 还有一些老朋友, 真真善美, 很多人啊, 大家对这次, 这些话题都是, 很关注的, 非常感谢, 呃, 周老师, 还有农长小哥, 还有这个, 北京人地界, 还有, 当然也包括, 天使清吉平, 还有, Porset, 给我们奉献了一场, 比较精彩的辩论, 我首先表达, 嘉宾观点, 不代表本台立场, 啊, 言论是自由的, 第二呢, 就是今天呢, 主要是个开场, 呃, 双方呢, 把结论, 第一场, 表达的比较清楚了, 但是, 呃, 内容, 依据, 根据, 可能, 说的比较少, 特别是像我们这些, 英国这个, 这个, 爆料这个事儿的, 这个洗礼的人, 可能对光听结论呢, 并不, 并不满足, 啊, 我们希望呢, 下一场呢, 能够大家呢, 多给一些数据, 多给一些依据, 啊, 双方这个, 互相质问呢, 都没有回答很清楚, 比如说, 周老师问, 你拿什么面, 你回答不了, 你拿什么改良, 对方好像也没有说得特别清楚明白, 都是, 在表达立场, 观点, 呃, 依据, 数据, 啊, 这些东西呢, 给的少一点, 我们期待呢, 更多的一些知识层面的, 更多的一些分析问题的方法层面, 啊, 一些, 一些比较实实在在的东西, 做一些控装, 这是我们的期待, 光是针尖被卖盲, 光是观点碰观点, 光是立场碰立场, 我们这三年经历的太多了, 当然我能感觉到周老师真是, 呃, 还是厚实很多啊, 这一些历史, 党史, 人物, 呃, 看看而谈, 呃, 这方面农场小哥可能需要加持加强一点, 你看, 在这么短的两个小时内, 周老师说了多少人, 说了多少事, 啊, 这不是说, 这不是说, 这不是说夸张老师, 人家就是干这个的, 人家是, 教了三十多年的课的老师, 信守年来, 什么事儿去, 啊, 娓娓道来, 当然是非常好, 农场小哥呢, 也是非常好, 农场小哥呢, 根本就毫无许色,啊, 谈谈而谈, 表达自己的观点立场, 啊, 我们期待下一场呢, 就是, 互相尊重一些, 不用, 不要做人身攻击, 然后准备的稍微充分一些, 甚至可以再找个帮手来都可以, 啊, 周老师没有, 刚才说的, 周老师是有长者风度, 他没有任何的家, 没有说, 我是教授, 我呀, 这个, 大家, 对周老师都是很熟悉的, 这个是不存在的, 农场小哥也是很政治的人, 我们期待下一场吧, 再说一遍, 嘉宾观点不代表本台立场, 我特别感谢今天来了这么多的, 网友, 听友们来捧场, 再一次向周老师, 再一次向农场小哥, 北京人递劫, 有事感谢, 今天的Pretty总结得也很好, 我们就到这了好吗? 好的, 谢谢周老师, 周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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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大哥说的很清楚